國務院 2. 附屬單位結算營業基金單位 已結束事業收支 台灣電影文化事業公司 3. 附屬單位結算 和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作業基金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 4. 政府監柱成立財團法人 中央通信社 中央廣播電台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經審計部林審計長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 曾明忠等17人提出質詢 經經審計部林審計長文化部 喜常務次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合護院長 及相關人員已以答戶 決定 1. 報告及審檔完畢 2. 委員正立經首題書面執行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戶 3. 委員執行位級答戶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於一週內以書面答戶 4.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疫情以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決議 本次審查有關各單位預算之執行 政策之實施 及特別事件之審核救濟等事項 經照列 通過臨時提案二案 先讀完畢 好 我們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上次議事錄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確定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議程 討論四項審查中華民國1030度中央政府總結算審核報告 含附屬單位結算及中繼表案 管理 一 單位結算 教育部 國民及協權交易署 體育署 青年發展署 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交易廣播電台 國家教育研究院 二 附屬單位結算會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一 作業基金 52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社交集果作業基金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二 特別收入基金 學產基金 運動發展基金 先讀完畢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到場的委員跟我們所有的與會官員 首先我們介紹我們的曾明忠委員 我們財政委員會常常第一名的委員 還有我們的吳秉睿委員 這兩位委員是我們財政委員會最認真的 當然其他都很認真 他們兩個是最早來的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與會的官員 那我們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龍 林審計長 我們副審計長王立真 另外我們主計總處副主計長陳瑞敏 主計長因為今天參加行政院院會 所以我們準假 另外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 那部長也參加行政院院會 所以我們也準假 那我們教育部來的官員 還有國民級學前教育署的署長黃子騰 我們體育署的副署長王水文 因為署長去參加 很早就排了一個應該是原住民的運動會 一個運動會因為他會去主持 所以我們會準假 好 再來我們青年發展署的署長羅清水 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 黃恩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呂春娇 國立教育管播電台台長王玉群 國家教育研究院代理院長郭公斌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吳俊仁 國立海洋深入博物館館長陳喜翔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孫維新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陳迅翔館長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朱南賢館長 我們國立台灣圖書館楊玉慧館長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因為館長 鄭乃文有公事 所以我們準假請秘書周中聯到場 我們台灣大學校長楊半慈楊校長 我們政治大學校長周行英因為有事 所以請張昌吉副校長來代理 清華大學校長賀陳鴻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慎 成功大學校長蘇慧珍 交通大學校長張茂中 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楊 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吳紀華 中正大學校長馮展華 我們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 揚明大學校長梁根毅 東華大學校長趙韓傑 東華大學校長趙韓傑 濟南國際大學教務長江大樹 因為校長有事請假 我們有準假 海北大學校長何志欽 嘉義大學校長邱毅元 高雄大學校長黃兆瑞 台東大學校長曾耀明 宜蘭大學代理校長陳威榮 聯合大學校長許明熙 台南大學校長黃忠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張國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郭彥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吳聯賞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張新仁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校長張惠邦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校長王如哲 國立平東大學校長古元光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校長楊麒文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陳志成 我們台南藝術大學代理校長鄭德渊 空中大學校長陳松柏 台灣科技大學校長廖慶榮 台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 雲林科技大學校長侯春看 胡偉科技大學校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陳振遠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楊振宏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代理校長呂學信 平東科技大學校長代蒼賢 澎湖科技大學校長王寅偉 秦毅科技大學校長趙敏勳 體育大學校長高俊雄 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林華偉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校長 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 台中科技大學校長謝俊宏 高雄參理大學校長林岳秀 金門大學校長黃奇 台灣戲曲學院校長張瑞斌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長陳文貴 台東專科學校校長陳真祥 台灣道學副社醫院院長何鴻能 成功道學副社醫院院長楊俊佑 陽明道學副社醫院院長羅世勳 好那這些都是我們國內學術最高殿堂 幾乎所有的校長通通群集一堂 那我們現在 介紹完畢我們要開始答詢文會 對不起齁 我們要先請審記長就本次審查的機關單位部分 做檢要報告請 指揮各位委員 現在就中華民國103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審的報告 含護士單位結算中紀表 有關教育部主管結算的情況二要說明 教育部主管有包括教育部國民級協潛教育署 體育署等八個單位預算機關 結算審定是兩千年六十一億兩千四百多萬 應付保留款有三十八億八千多萬元 主要是教育部各項補助計畫 執行期程跨年度還有繼續執行 剩餘款有八億六千八百多萬 主要是各機關補助委辦計畫結議 以及教育部員預計監柱成立的兩個財團法輪 在年度中了沒有完成設立 兼會未遲用 在護士單位結算及中紀表 會員會基金部分 作業基金台灣大學校園的這個校務基金 國立大學的這個校園校務基金 審定短處是49億9千多萬 比較預算減少啦 短處有9億多萬 主要是各種收入 這個叫預計增加 國立台灣大學護設醫院的這個作業基金 審定剩以19億6千多萬 叫預算減少1億2千多萬 主要是各項費用叫預計增加 成功大學護設醫院作業基金 審定剩以1億1千5百多萬 叫預算增加17百多萬 陽明大學護設醫院作業基金 選定剩以5900多萬 叫預算增加1200多萬 社教機構作業基金 選定短處2億4千多萬 叫預算減少短處1億2千多萬 主要是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 叫預計增加 以及各項費用減少 國立高級中協校務基金 選定短處32億3千070萬 叫預算減少短處9億多 只要是政府補助收入叫預計增加 特別收入基金 協產基金 選定短處7億1千多萬 叫預算增加短處2億7千多萬 只要是低收入戶的協生助協金 申請案件增加 時期增加支出 運動發展基金 選定剩以5億2千多萬 叫預算短處相繼有13億3千多萬 主要是運動財建營養分配收入叫預計增加 以及部分業務為主行所致 在重要的審核意見 我們再要報告如下 第一個是 我國在各種教育輪采的一個培育 我們發現 在今年來在技主體系 有偏向教學設備成本較低的 餐禮服務的科系 另外在一般的大學 還有高族的招生情況 也出現工業領域的招生名額大幅下滑 在餐禮領域的學生大幅增加的情況 在這個現象有衝擊我國重要基礎工業 倫利的培育 這中間我們經過幾次 很請教育部來做一個通盤檢討 教育部已經在合定 限述各技專院校104年度 餐禮領域的招生名額 不得高於103協年度的總額 在榮林移木及工業領域的招生名額 不得低於103年度的一個總數 那麼在大協跟高族的部分 也從105協年度開始 比照這個技術院校的情況 來限縮這個餐飲業的一個成長 以及來減少工業列科 這個學生的一個減少 我想這個做法 那麼對這個在國內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麼會有一些導正的一個作用 幫忙的作用 第二個是教育部實施 這個兩期的邁向頂尖大協的計畫 那麼在兩個期程實施下來 對這個我國高等教育的這個品質 那麼有顯著提升 不過在族行情況我們發現說 這個部分學校在這個績校的主標 那麼跟原來的這個預期目標還是有差距 除外在學校的這個彈性新租 這塊本來是要來徵聘一些新的這些學者 不過我們發現說 大部分的這個彈性新租 都租給縣族的一個教書 那麼這一塊長年來好像沒有顯著的改善 第三點是國立大協校院校務基金 整體的這個營運我們在橫向比較結果 就是近三年預算執行結果 那因為在整個帳戶上的處理表達 有超過七成的學校 還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縮租平衡 那另外呢 在這個近三年度整體校務基金五項住所收入 那已經有逐年為虎增加 不過還有半數的學校這個住所收入 還沒有達到這個總收入的兩成 此外在這個現行的這個不發生短處的一個計算方案 這個是教育部在這個財務報表表達以外 未來讓這個學校有一些在這個輪述會追快 有一些這個其他增額的這個應用 所以他要規定一個不發生短處的一個計算方案 不過發現我們這個不發生短處的計算方案 當然他沒有跟這個住所收入的這個績效來相連結 我們請他們來做個改善 達到這個住所收入 業務辦理成效的這個獎勵的一個目的 第四點是部分學校的這個創新議程中心 那麼發現少數有的沒有廠商來進駐 那麼也有只有一家廠商來進駐 所以在培育的動能追快呢 有進一步提升的必要 那另外這個各校在這種專利授錢跟技術移轉 追快的有這個相當的成果 不過我們覺得說在有關這個行銷追快 那專利授錢跟技術的這個行銷追快 行銷追快有待加強達成演化成果擴散的一個效益 第四點是在蘇利M校追快的一個督導方面 我們發現在蘇利學校在內部控制 財務監督還有租信公開追快 那麼有進一步強化 像說在內部控制這一部分 那麼有些有發現內控切輸 但是他沒有繼續來沒有做這個改善的一個追蹤 那而且在沒有做過這個內部集合的學校也有 那麼在財務租信的這個公開 那他只有每年公開一次 我們希望他能夠比照公部門 按夜來公布財務報表 這是在蘇校的一個監管方面 第五是獎勵大學教學卓業計畫這一塊 那麼在102跟103年度 累計有補助了87億 對於這個學校孫化教學品質 還有促進學校這個教學資源共享 那麼有說到這個相關成就 不過我們發現在有部分獲得這個教學卓業計畫補助的這個學校 那麼他沒有通過評鑑的老師的一個比例有增加 而且有連續兩年都有這種平量不佳的一些情況 另外在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這個教學資源 還有輔導的這個功能 那也希望能夠再進一步來向上提升 第六點是12年基本國教 那麼已經前面數數 不過我們發現在104年度各就學區辦理高中族免數入學作業 兼有位一規定俗程來辦理公告 另外部分就學區調整差額比戲項目的這些積分配分 沒有訂定緩衝期間 那除外呢 前國的這個優租高中族的比例達到87.43%已經達到目標 不過我們發現有位後優租論證學校 那麼缺乏追蹤輔導的基礎 除外呢 經過這個優租論證學校合格的教書的這個比例 那麼有部分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那麼這塊也帶強化 第七點是在輸租的賠育工稀最快呢 那麼現在這個輸租賠育備的教書 目前達到六萬多輪 那麼再來面對小組化的情況 這些輸租的評議的工稀 可是似乎有需要來進一步來調整 除外在公會教書的異動調職 那麼有些不符合規定 那另外在代理代課教書 沒有取得教書證的這個比例呢 也逐點增加 第八點是大專院校特殊教育的通報 轉嫌等服務方面 發現有部分沒有位移規定期限 來完成這個通報跟轉嫌 還有跨部會轉嫌作業呢 那麼做得不夠落實 除外呢 在這個特殊交易有關支出服務部分 我們發現到104年三月份有132個學校 硬設置未設置的無障礙授數還有1000多項 這個有帶進一步來強化 第九點是在建築全國校園銀端教育環境 那麼和有這個校園銀端郵件的這個使用力偏低 那使用推廣有需要來進一步加強 以及這個網路守護天署 過立防住軟體的安裝力偏低 所以學生或許不當租信的這個防護基礎呢 可以再進一步提升 在偏鄉學生客戶輔導 最快的這個我們接著說 可以再進一步運用已經建築的線上數位學習的課程呢 再進一步來擴展這個偏鄉學習的一個學習效果 第10點是推動校園安全管理跟維護作業 那麼有助於這個建構安全健康環境 不過最近10年間少年兒童犯罪率持續攀升 還有毒品犯罪還妨害性助主的這個這個相關的這個案件呢 也急速增加 所以在校園安全的防守呢 還有進一步來落數檢討 接著在第24頁就是教育部體育室 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打造運動島 那麼準備在興建32座運動中心 還有非都市區補助擴建興建運動公園 簡易授是390座 那麼執行結果呢我們發現 在跟地方政府的一些這個協調 還有在需求的一些重疊性追快 那麼有需要再進一步來做一些尊酌改善 第12點是教育部協產基金 那麼它監管很龐大的這個房地產 早年我們發現它這個有部分房地產呢 遭受這個長期的占用或是懸助 曾經在98年 包括監察院現在體案糾正 不過我們追蹤到102年底為主呢 那麼被占用的面積不減反升 還有懸助的這個土地建物呢 那麼還有很多沒有依照原來的改善意見來出租或是活化 那麼在這些管理的一個效能過激情況 我們再度來請教育部來強化 第13點是清華大學 他們準備在桃園、宜蘭來籌設這個一個 原校區 那這個是由縣政府來無償取得提供這個用地 不過在規劃還有在財務的一個籌措追快 那麼因為最後沒有一些相關的財源跟替代方案 那所以這個案子已經退場 最後這個校地改由宜蘭大學來接辦 第14點是台灣室蘭大學辦理寧口校區租訓跟教學大樓 發現在理業的一些督導跟族行 有部分沒有符合合約的規定 這個案子已經經過監察院的糾正 第15點是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那麼有成立這個台大醫療體系管理發展中心 那麼負責整個總院還有這個各訓練中間的業務整合跟營運發展 不過在各訓練因為有的是地區比較偏遠 那麼在前或是在地區的一個營運情況 所以呢在普遍包括金山包括新竹包括這個金山竹東 還有營運訓練都發生這個短處的情況 那麼新竹運訓練也叫預算數這個剩餘的減少蠻多 那麼最快有需要再進一步來做一些整合跟這個來輔導 以上是就今天103年度總監察審核報告 本路議程的審核情況做檢料報告 詳細的情況請參與本部送的這個總監察審核報告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多主教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開始答詢 委員會先做如下的宣告 一 門位委員八分鐘可以延長兩分鐘 我們在上午10點截止登記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 我們第一名的曾明中委員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校長大家早安大家好 麻煩請教育部蔡次長 次長請 î Beετε 請主席各位教育 sacar股 請ầu 係長好 依照審抹部的檢討意見裏面 他提到了少年偶同的犯罪率持续升高 比如说93年的时候 刑事案件只有365件 到102年的时候已经高达388件 那犯罪的人数 93年是9566人 到102年的时候已经高达超过11万 那当然教育部会说您有安全的防治措施 那想请教您 您这些防治措施主要有哪些项目 到底有没有发生效果 好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么教育部对于校园的防治措施方面的话 我们其实有从资本的方式 还有资标的方式做起 那资本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在建立这个友善校园的这个方面 那我们还有建制这个三级预防 那么辅导的这个机制的话 我们都长期的在进行 好有长期的进行 那我知道这个偶同跟青少年犯罪 有一些是因为社会变迁的结果 但是您不能预防越预防 越来犯罪的人数越多 未来 未来你们有更强化的具体措施 谢谢委员指教 在未来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跟委员报告的就是我们继续强化我们学校的辅导的人力 怎么强化 要讲具体一点 我们提高这个学校校园辅导人力的薪资 辅导老师的薪资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积极跟各县市合作 那事实上已经建立了各县市的学生资商辅导中心 那么让专业的这个辅导人力呢 能够进到校园里面 这个辅导人力社工的人力到校园里面去 那么协助学校的老师来针对这一些可能他的家庭可能有失能的这些学生的话呢 我们尽量协助家长来协助这些学生 尤其啊你把那犯罪的内容类别进一步来看 更是触目惊心 比如说那前五名是确盗伤害毒品犯罪妨害性自主恐吓取材 每一项尤其像伤害罪毒品犯罪妨害性自主罪恐吓取材 都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 真的希望教育部要拿出具体的办法 你要确实去检讨你的具体的防治作为 我希望教育部能够短期内能够强化 检讨能够提出更具体的防治作为 而且能够落实执行 下一步你们多久可以检讨这个防治措施 可以把它强化 好 谢谢委员指教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继续加油 一个月 好 希望您一个月能够拿出具体的办法 而且要落实执行 尤其像毒品 像恐惧奇才 都是非常对青少年来讲 都是会强害他一伤一生造成的伤害 所以希望教育部能够强化 另外我要讨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学代 学代啊 你想不得了 现在整个人数 我一个具体的数字了 现在你看公校生 就是公立学校 现在有6.2万人在做学代 私校生有25万7千人 所以你看而且学代的金额 学代的金额 私立学校的学生 几乎是公立学校的一倍 那生代的生代的学生 几乎是私立学校 几乎是公立学校的四倍 那而且现在 我相信你很清楚 现在大学生的起薪 103年是2.7万 以他们私立学校 他四年来合计 借了38.4万元 告诉你 毕业到当完兵 或者不当完兵 还到30岁 都还不完 请教您 教育部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谢谢委员指教 我先这一部分 谢谢委员 那我们在学校的 这个奖补助款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会扩大增加 这方面的 这个经费的一个编列 那么来奖 来补助这一些 这个家庭 比较需要 进行这个 协助的这些学生 我不希望你今天 讲一讲回去 就没有做了 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数字 过去的 过去学贷的补助的利息 越来越少 你看从94年的34亿 减到103年的30亿 以目前这么多的人数 在做学贷 你补助的金额 越来越少 我不晓得教育部 是不是不重视 学贷的这么大一群 比较弱势的学生 为什么 你看从94年的时候 补助的金额 是34亿7千万 以至递减到103年 是30.9亿 补助金额还在递减 请教您 教育部是不是不重视 这二三十万 陌世的学生 好 谢谢委员指教 那我想我们 对于这一些 家庭贫困的这些学生 我们非常的重视 那刚刚委员提到 这个数字减少的话 是因为 这几年来 那么利息的降低 还有这个偿还的人数 低的话呢 所以整个数字就降低 那跟委员报告的话 我们部里面 一定会在 检讨这一方面 我们看怎么样来 协助这些学生 你不要跟我讲 利息降低 我在做立法委员之前 是金管会的主委 我当然知道利息降低 利息降低 你要扩大 补助的范围 不是利息降低 你补助的金额就减少 所以尤其 对照你 下一步 我请教你 下一步一年的金会多少 两千零六百多亿 没有错 是 两千零六十八亿 你两千零六十八亿 你拿三十亿来补助 而且你的金额还在递减 我觉得你对不起 台湾这么多 弱势的新鲜鞋子 你说要改善 怎么改善 讲具体一点 对低收入户或贵 因为他三万多亿 增加环缴的情境 好 那跟委员报告 我们对于低收入户的 这些学生的话 我们会增加环缴的时间 那在金会方面的话 我们承诺 我们会再检讨 检讨 现在是三十亿 你要增加到多少亿 你是政府次长 不会当过政府次长 你有某一个权力的 政策的范围 你讲 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在预算的筹编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 我们会把它列为考量 那很抱歉 我在这边 我没办法 很具体的讲出一个数字出来 能不能预估 你可以讲说 你可以回去跟部长反应 可以回去 跟行政院反应 主计处的 陈副主计长也在这里 我相信 他会支持你 你整个教育部 两千零六十八亿的议算 你有二十几万人 在做学贷 你拿三十亿代补助 我还没有跟你检讨 你花了拔尖计划 五年五百亿 有没有做出具体的绩效 你拿一部分来就好了 我还不要砍离别的地方 我不配你哦 这个主题 我会继续追 总执行 我再问院长 你假设没有具体措施 你明年教育部的预算 我给你砍十八 市长 具体回应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预算的这个筹编会议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加以考量 你总共两千零六十八亿 那你每一年对弱势学生的补助 越来越少 你从最高是96年的时候是41.6亿 你递减到103年只有30.9亿 你跟我讲 当然我知道 利息降低 怎么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扩大补助的范围 补助的额度啊 尤其现在 跟你说明 现在啊 私立学校的学生 占整个学贷的百分之八十 也就四比一 而且这些私立的学生 他起薪又低 起薪又低之后啊 他毕业 十年内还不完 我给你报告了 难怪会发生太阳蛙学印 你明明 你不如好好处理 这二十几万的学生 他毕业以后 起薪又低 贷款就还不完 这个社会会安定 我不相信了 我希望教育部 拿出更大的诚意 来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好 请回 好 我们现在现场 还有两位委员 我们黄国昌委员 还有蒋乃兴委员 那现在我们请 黄国昌委员咨询 黄委员请 谢谢主席 白山庆长 蔡次长 蔡次长请 市长你好 我有个问题啊 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您刚上任 您之前我看您的经历 大概都是在大学 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 但是 接下来我希望教育部的同仁 能够针对这个问题 要非常用心地去处理 就是 市长您知不知道 我们未成年 首次用药的平均年龄 是多少 对不起 抱歉 委员 我们刚刚没有听清楚 就是未成年人 首次滥用毒品 他的平均年龄 是几岁 您知道吗 大概是在 15岁左右 按照国家卫生研究院 最新公布的资料 平均的年龄 第一次用药 未成年者是12.5岁 等于是从小学 就开始 小学 先从 第三级的Ketamine 所谓的K胭 到国中 高中 进阶到第二级的毒品 安非达民 跟摇头丸 市长您知不知道 首次用药的地点 比例最高的是在哪里 可能是在 校园周遭的 一些比较 人烟罕刺的 这些公园 一样 国家卫生研究院 调查出来的结果 23.1% 是在学校 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 所谓一些娱乐的场所 反而只有15.4% 那 在校园里面 毒品泛滥的问题 攸关我们下一代 绝对不能轻忽 我大概从两年以前 有一次跟几位检察官的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那几位检察官都是非常有爱心的 忧心忡忡的告诉我 说台湾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新少年 毒品滥用的问题 这个国家的国力 未来会堪忧 特别是在我们少子化的趋势之下 如果又有越来越高比例的未成年人 继续滥用毒品的话 我相信次长应该会知道 对于整个社会上的发展 整体的国力 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那按照 一样是法务部 他们在最近几年 不断的有做各个年度犯罪状况的调查 那在这次的决算报告当中 事实上也有引用 从2008年 到现在比较近的data 2013年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成年犯每10万人的犯罪率 的确是慢慢有递检当中 从2008的1062个人 到2013的880个人 但是问题是少年犯 少年犯从678个人 从478个人 到612个人 他跟整个成年的犯罪 所呈现出来的趋势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趋势 那甚至是连儿童犯的比例 也不断的在升高当中 那这个是 在刚刚那些犯罪类型当中 其中一个我非常关切的 就是毒品的案件 从少年儿童保护事件当中 2008年369人 一直攀升到2013年1037人 那这个是少年 他们直接违反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构成形式犯罪 的人数当中 的统计 那我知道教育部 这两年有在推一个 纸椎花的运动 那这个纸椎花的运动 在2015年跟2016年 分别编列了7795万 跟8348万的预算 那请问这两个运动 我有看到啦啦杂杂 包括网站的维护 包括了一些宣导活动 那但是这两个运动 具体成效的评估 现在有没有做任何的评估报告出来 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我们有 一些初步的一些评估报告 那这个是不是 融会后我们用书面的来 提供给委员 可以啊没有问题 那这一个 有关于青少年毒品防 防治的问题 我会不断的 持续的 关心下去 所以未来 在整个推动运动的过程当中 教育部这边 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 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 我个人在国会里面 我一定全力支持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这些计划 这些运动 不是只有沦为口号 不是只有沦为预算的消耗 不是拿纳税人很多钱 去印很多文宣品 那最后事后 的追踪辅导 都没有切实去落实 我再跟市长看一下 这个是在少年矫正机构收容的少年 载雷犯 他的趋势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哦 就是载雷犯的比例 虽然在过去从2011、2012、2013 有稍微递减 但是他都维持在一个蛮惊人的比例 那个比例就是40% 你可以说是在40%上下跳动 那等于是说 进了这个收容机构以后 10个人出来 最少有4个人 会再触犯 那这个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啊 等于是说 这一边的整个矫正辅导的措施 包括出来了以后 他是不是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源 包括学校的资源 社会上面的资源 家庭上面的资源 我相信在这些环节当中 跟学校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未来过了4年以后 我们再在这个地方 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整个数字会改变 那我不会再走在路上 常常碰到很多忧心忡忡的家长跟我讲 说他的小孩 从小学到国中 就看到校园里面 有在滥用药物 这样子的状况 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那第二个我现在 麻烦再请一下成功大学的校长 陈大校长请 那个 苏校长是吗 苏校长您早 苏校长我这边 有几位 陈大的老师跟学生 跟我陈勤 那 有关于他们在校务会议当中 所遭受到肢体 受伤的部分 上个礼拜好像已经有 立法委员跟他们开过记者会 那我从这些资料当中 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 是说 当初在临选校长的过程当中 专任老师616位 投票的结果 那最后到底公布了没有 这些我因为身为一个被临选人 所以我是在所有事情结束之后 经过这个所有教育部的程序 被任命的 所以我不属于那个process当中 处理的一部分 对那我现在问题很简单 就是那616位 投票的结果 现在资料公开了没有 从会议上 从临选委员所提供的会议记录 以及当初呈现的结果来看 以这个 所有当初的候选人的这个姓名 被排序的公开这些资讯 以姓名数排序 但是我现在目前为止 所掌握到的资讯 我先跟你确认一下 在2014年11月27号的时候 陈大友召开了一个临时校务会议 那个临时校务会议有做成具体的结论 那个结论是说 本校103年领委会应该依据本校校长领选办法 将专任教师行使同意权的结果 依票数多寡排序 推举候选人参与第三阶段的临选等等等等 这些资讯 我到今天早上再确认 都还没有公开 那我现在觉得很困惑 就是这个是陈大的校务会议 所做成的决定 那这个校务会议所做成的决定 为什么没有被执行 陈隆委员刚刚所提的 在那个这个校务会议的资料之后 以我们所阅读的资讯显示 也依校务会的决议送请临选委员会 就那个决议来这个讨论决定要怎么执行 那委员也非常清楚 可能在整个大学法的流程里面 那个流程跟那个程序 是由临选委会来执行 所以以我能够阅读的资料 您也了解 我是参与的被临选人 所以那个部分呢 从教育部跟临选委会 都有正式的回函 告知校务会议 说那个流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部分他们建议怎么执行 所以也不是在我能够 直接告诉你 是与否的这个范围 那个是不是可以请教育部 负责这件事情 是高教师吗 高教师 我现在觉得很困惑 就是按照这个办法 那相互会议也另外做成了决议了 那所以现在这个相互会议 所做成的决议 而且是按照本来的办法 那这个结果他们为什么可以不要公开 我觉得有点困惑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部分我们 在上一次的记者会的时候 部里面我们也跟陈大这边沟通说 未来针对学生 去年10月28号这个冲突事件 不是啦 我现在就是校务会议冲突的事情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啦 我刚说过了 已经有委员开过记者会嘛 但是我现在接到澄清的就是说 这个关系到整个 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 我非常的支持大学自治的理念 那大学自治的理念是大学真的要可以自治啊 里面最高意识的决定机关是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已经做成了决议 那行政部门这边可以自治不理 我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林选文会 这个议题我们曾经请陈大去回复 那陈大已经有回复 没有关系啦 我不要耽误其他委员的时间 那个教育部是不是 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 为什么 他们的校务会议已经做成了决定 那行政的部门竟然可以不要执行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整个校务会议做这个决议 作为最高的意识决定机关 它到底有什么实质上面的意义 部里面我们会来书面回复委员 好那请教育部就 那个黄委员的问题 那用书面回复 那我们再介绍我们财政委员会 我们另一位招委我们的卢秀燕委员也到现场 卢委员 现在我们请吴炳锐委员咨询委员请 主席麻烦请教育部蔡次长 来 次长请 好 委员好 次长 那刚刚我在台下听你跟那个曾明宗委员 跟王国昌委员的这个答询 是 其中曾明宗委员提到的是 对于这个弱势学生的这个补助 包括学贷的补助 金额逐年降低 但是有一句成语叫前车副后车件 你才刚才没有多久 前副后件啊 前面的政府这部分处理的不好 逐年下降 这编列预算的时候要警惕 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不希望 就如同以前的政府逐年递检 这样不好 对弱势的学生要更加照顾 这样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指教 第二个就是 刚刚提到那个校园毒品安全的问题 的确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那因为 这个新的部长 还有我们这个政务团队 才刚组成没有多久 我就看到了我们部长 单独出来开记者会谈这个 好几个政策 包括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 还有包括什么大学退场啊 等等问题 这个政策 因为他 才上任没两天 今天也才520 到现在今天也才526 那他是两三天前就开记者会 这个有经过详细的研讨吗 跟委员报告 那么事实上 这一次的内阁应该是 有 因为之间的这个大选完之后 到 就任呢 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那就我所知 但是 我们事实上 我们有 在就任之前的话 我们有密集的开会 那么有做过一些讨论 包括你有参加这个会议吗 我到了大概是 就任前的大概一个多礼拜 我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才接受邀请 那我一接受邀请以后呢 我就加入 我们的讨论 是 所以这个都有经过详细的讨论 这50亿的预算 大概是多久 要用多久 50亿的经费的话呢 那么是 事实上现在 还在讨论 这个预算的 这个基金 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 那么 再来的话呢 它的来源 对 你讲的是来源嘛 是 我 匡定的是50亿的钱 我是讲说 这50亿的钱要用多久 用一年呢 两年呢 还是整个大学退赏 全部都是要靠这50亿 那这样够吗 我想这个 这个应该是永续的在经营 所以他其实 反正如果永续的经营 我会担心50亿不够啊 是 因为台湾老实话的问题 将来是逐年 他一直在浮现啊 如果你只有50亿弄这个退场 那除非你钱还有其他来源 是 这是一个循环的基金吗 我们也有考虑到其他的来源 然后就 其他的经费 其他的基金的 这个 有剩余的 那么我们会把它 那个加注 加进去到这个 不是啦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就50亿是一个匡定的金额 然后他是循环的 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我就是列了50亿的基金 准备要用多久 因为 就我来看喔 一个大学退场 如果你要处理的好50亿 我看 是 在我看来是不够的啊 那如果你跟我讲说 啊这是一两年两三年要用50亿 不會不會 那到底是怎么样嘛 我现在就是要请你讲清楚啊 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清楚 准备好 这一方面要多 多努力喔 还是潘部长比较清楚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这个基金 那么补助给学校 他进行一些转型 一些创新的 一些做法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盈余 这些盈余的话呢 就要再缴回到这个基金 回到这个基金的话呢 就等于是 这个基金的话呢 就会有一些来源 那如果这样子 你要请教沈记长啊 你如果是要单独一个这样的循环基金 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要不要本院支持 要不要本院支持 我们一定要制定这样一个条例 条例 条款 这个是一个作业基金 所以要制定专法 好 那希望能够弄清楚 好不好 因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才会请教你们 政策上面到底要如何实践 另外你 在这个潘部长 在这个记者会中也有提到 这个 不让私校的董事会 藉此谋取私利 这个是不是就是 他们教育委员会一直在谈的 要设讀懂的问题 在学校的董事会 要设独立董事的问题 那我再提醒 你独立董事是由谁派 独立董事如果是由私校的董事会 自己去寻觅 你这个目的可能达不到 所以你独立董事要如何 如果是要用独立董事的方式 参加私校的董事会 你要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产生 怎样子来派认 这个都是要详细思考 是 谢谢 好不好 是 好 那最后我也很关心 另外关心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体育 我觉得我个人 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 我也都有参加学校的 校队的活动 我觉得体育教育是很重要 当然不是只有在大学才要 从小就体育是这样 那 体育选手 以及这个表现杰出的人 你到底这个体育你要怎么样增强 你们这一步有没有一个想法 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现在正积极的在沿拟 这个行政院层级的体育发展委员会 用这个 呃 院的一个层级的一个委员会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 任务编组吗 蛤 是任务编组吗 呃 是组 一个院级的一个委员会 应该不是编组啦 不是 常设的一个委员会 啊那常设的 常设委员会那要 你这样是要修改行政院组织法吗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是说 谈 问题一直谈 一直衍生出来 你知道现在有总原额法 原额是控制的 行政院的组织 它的数量也是控制的 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好 那没关系这个是你们 程序上面组织上面如何去做 那作用方面 现在有一些表现优秀的选手 他有一些奖励嘛 对不对 是 但是我看看光只有这样奖励 就是 只有那个最顶端拿到好成绩的选手 能够获得这个奖励 那奖励也不是长远季啊 是 我是觉得你们要 替这个优秀选手的出路 生涯规划方面的角度 要替他们设想 是 像 以前 曾经有那种 他如果表现得很杰出的 很优秀的 然后他如果经过这个教育学程 这个学分的训练 可不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当这个 校队的教练啊 或是当这个体育老师啊等等 这方面有没有办法一个 比较弹性跟灵活的机制呢 好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么过去运动选手 他最大的出路 大概就是担任体育老师 还有专任运动教练 那我们最近的话 其实也都在原理 希望 那么扩大社会上面 对于这些 运动选手的 一个等于是 提供给他们生涯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最近也提出 希望能够在企业如果 他是五百人以上的话 他能够 延聘这些运动选手 来担任他的这个 类似他的员工的一个 运动指导员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可以增加很多 他就业的一个机会 那你如果没有给诱因的话 我们会 我们会原理一些诱因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正在 规划当中 有在规划有在进行 有在讨论 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觉得我看到以前的政府 不要讲哪一个政府 就常常看到那成绩很优秀的 那你就赶快去锦上添花 赶快就是要给他一个 什么样的奖励 就没有去做长远的设想思考 我认为体育是团结国人 一个非常重要 让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有向心力 有这个国家荣誉感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在运动的 国际运动的大会上面 当然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另外一个指标是 对国民的健康也很有帮助啊 你如果运动能够普遍 能够喜好 其实 就以美国MLB来看 他甚至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那当然我们台湾的市场的规模是没有这样 所以我是说这个地方 这种 这种是要做长远的考虑 做长远的思考 而不是说这短期的急救账 谁得到第一名得到第二名 我给你多少奖金 那这个谈话一线 这个不会长久 那要让 参与这方面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做非常顶尖的选手 你几乎 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在这个训练当中 你要为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要一个长远的计划 让他的生活 让他的这个人生有非常好的发展 我觉得这其实是政府责无庞贷的责任 我们对新的教育部的组成 要 脑袋活化 我觉得 我们很期待啦 要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好 那我们再介绍 我们现在到场的江永昌委员 还有我们的佛洪泰委员 好 现在请我们江永昌委员质询 江委员请 主席有请蔡市长 来 市长请 我想从教育部部长 宣示了六大政策以后 再加上这两天的报导 现在普遍的家长一片焦虑 学生也非常的焦虑 全面免试 究竟入学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如何开始 如何免试 说实在的 从十二年国教开始 一百零三年开始 实施 对家长来讲 就没有一天平静过 第一年的方式造成高分低旧 第二年 施量此以后 虽然好一点 可是呢 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到今年 108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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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最好的 未必 可是至少比前面两年要好 所以今年大家的声音 会比较少一点 才刚刚心情平定下来以后 马上宣布全面免试 这个 究竟入学 而且 从报纸上讲 蔡市长你讲说 明年就要开始 明年开始 那这个大家心里就很慌了 所以现在 有些人已经开始 买房子了 有些人在欠户口 是不是说是因为现在房价第一名 要刺激房价 所以才宣布这个政策 让大家去买房子 那依照报纸讲 市长说 明年是先从 招生的名额 大于毕业生的名额 开始 那我想请教一下 北北基 明年会不会开始 跟委员报告 全面免试究竟入学 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我想 大部分的家长 我想社会大概 都应该会同意这个 我们的目标 可是 我们一直认为说 不应该照进 我们应该要 稳健的来进行 我非常同意 刚刚委员提到的 这几年的这样一个招生的制度 造成社会 造成家长 很多心里面的一个不安 那我跟委员报告的是 那我们也是 刚刚我在报纸上面提到的 就是说 这些招生人数 多过 国中毕业生人数的这些 就学区 我们会先征求 这些就学区的 教育主管单位 还有他们的家长团体 我们来讨论 看看 他们是不是已经有 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会稳健的来进行 所以 跟委员报告 不会 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 新北市 这个北北基 是不是明年就开始 我想我们会先 透过各项的管道 来跟各个 就学区的相关的这些教育主管 那北北基明年会不会 对不起 会不会开始 北北基明年会不会开始 我们讨论 我们会跟他们讨论 因为 市长 北北基是符合你讲的条件 招生名额大于毕业生 跟委员报告 高雄会不会 高雄会不会 跟委员报告 我原来就是在高雄 是担任教育局长 我知道你担任教育局长 那我在 高雄的招生名额也大于毕业生 是 我在 我在 我和你讲的条件 是 反而是澎湖 金门 花 那个台东 是毕业生大于招生区 是 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政府单位 讲话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 是 总统 有他的高度 他说要 未来要全面免事 要就进入学 是一个大方向 是 大家听了以后 不会那么大的焦虑 可是当教育部的部长 一讲出话就出来的 就是表示马上要执行了 当要立刻执行的时候 又没有跟地方政府沟通过 又没有跟家长团体沟通过 又没有跟教师会沟通过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上的恐慌 所以前天到教育部抗议 昨天到立法院跟我陈琴 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大家就关心的是 免事怎么个免事法 是记录用在校成绩来做免事的成绩吗 还是完全像高中 国中一样 按照学区划分去做免事吗 可是 社长 高中跟国中不一样 对不对 国中没有分流的问题 高中有分流的问题 我家附近是一个高职 可是我不想要念职业学校 我要念高中怎么办 我想走技职体系 可是我家旁边又不是高中 不是技职学校 是一个高中 你要我怎么就进入学 这些问题要怎么处理 当大家都挤到这个学校去 你用什么方式来比 在校成绩来比 那是所有大家都反对的事 那进入学校第一天开始 每一次的任何一个考试 都要跟同班同学做竞争 那不是同才了 是竞争对手 你想想看 这样子的学校教书 会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教育部 你在正式宣示的时候 宣布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当教育部一讲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要执行了 总统讲没有关系 部长讲就有问题 所以如果照您报纸上讲的 招生的名额大于毕业生的名额 说实在的 六都里面有四个都 这选区 这学区 都是符合你的条件 这些怎么办 基北区 中投 高雄 这三个学区 占了整个学生的 百分之六十 基北八万多 中投四万多 高雄三万多 整个学生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在这三个区 这三个区如果是明年 要开始实施的话 怎么办 而且国中的分布 跟高中的分布不一样 一 台北市的大安区 三十几万人口 一所高中 内湖二十几万区 三所高中 你怎么究竟入学法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细节的问题 都应该要先沟通嘛 就先要讲清楚嘛 你这些没有沟通 没有讲清楚 你这样子贸然的实施 只会造成大家的恐慌 我想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社长 明年 明年 这几个都 中当头 基北区 高雄 都不会实施吗 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会跟 各个就学区 我们会跟他们讨论 所以 那如果 对 如果有一些就学区 如果就学区同意的话 明年就要开始实施了吧 不是 我们会跟他们持续讨论 如果他们 像 刚刚委员提到的有几个区 像这些区的话 我们也 也跟他们 讨论过 那么 事实上 就是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职业类科的分布不均 那么这些如果 他的这个升学的管道 能够符合他们的需要的话 他们是说愿意尝试 不过 我非常同意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很多细节的东西要 详细的去规划 去讨论 这个我非常同意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跟各个 啊 就学区的教育行政主管 还有当地的家长的团体 啊 教育的团体的话 我想 他们一定 我们可以 寻求一个很大的共识 因为 这个既然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当然是要 稳健的来 逐步来达到这个目标 我想 所以 12年国教 103年要开始实施 我当时 我在委员会我就讲 103年实施 如果一定要103年实施 可以 可是不是103年毕业的学生开始实施 而是103年进入国中一年级的 七年级的学生开始实施 有3年时间的准备 有3年的时间让大家了解 有3年的时间好好的去规划 我相信到毕业的时候 你用12年国教的方式 绝对不会像上次这样子 对 对 对 可是当时不接受我的意见 所以 任何的政策 不能说是 今年宣布明年就开始 你一定要等到 像我们立法院 很多的案子 通过下届开始 所以 同样的 像这种重大的政策 我希望 未来能够在 三年以后再来实施 公布以后 三年以后 好好的规划 所以实在的 除了这个部分来讲 今天很多大学校长在这边 讲到高教蓝图的问题 现在延长一年 可是这也涉及到 鼎大的问题 五年五百亿的问题 也涉及到 教学卓业的问题 照往年来讲 现在就要开始提出申请 可是现在全部停摆 是不是真的一年以后 就可以如期 就可以整个定案呢 到底有这个 鼎大的问题 教教教学蓝图的问题 涉及到大学未来的生存 国家的人才培育 大学校长知道不知道 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蓝图会画出怎么样的 其实我相信 每一个校长心里都 坎坎坷坷 对不对 刚刚吴委员讲的 五十亿的基金 你这个基金经费 从哪里来 五十亿的基金 从哪里来 现在教育局 教育部的经费 是严重不足 去年我在立法院提的一个案子 增加了教育经费 一年一百多亿 我本来是增加两百多亿的 后来立法院 减半通过了一百多亿 这一百多亿要做什么 老早就已经被有目标的拿走了 就讲的 刚才的学贷 不够 要多编预算 也是要从这一百多亿里面去拿 那你这个五十亿的经费 要从哪里拿出来 然后要怎么给 让市立学校退场 怎么回收 要多少年以后才能够回收 这些都是细节的问题 都要去考量了以后 最后应该才宣布一个方向和政策 而不是说我先画一个靶 一个方向 一个政策 先宣布出来了以后 我再来跟大家来和 反正我就一定要做 那大家来配合 这个是本末导致 这不是教育 所以我今天在语重心长 如果照说来讲 前程之间我根本不必在今天提 那行政我自己去做 然后被民众骂了以后 反映在选票上对我来讲是好处 可是对学生不是好事情 我是站在学生的立场 我站在家长的立场 为了教育的问题 我要考量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市长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指教 好 我们现在到现场的 还有我们奈斯堡委员 还有余婉如委员 我们现在请余婉如委员 咨询 岳元 请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先进大家好 有请次长上台 来 次长 请 我想请问一下次长 就是体育署 大概去年跟今年的预算数 你清楚吗 跟委员报告 大概是76亿 大概是76亿 都大概就70几亿 76亿左右上下 公务预算76亿 那大概占整个教育部的比重是多少 教育部的预算是2068亿 2068亿 是 这个1%都不到 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比例 小桃可能 这个次长都忘记这个数还存在 我很担心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今天想要跟次长来请教一下 就是有关其中一个案子 就是改善国民运动环境 与打造运动岛计划这个案子 次长还记不记得这个案子 总共是多少亿的计划 100 跟委员报告 116亿 116亿 从几年开始就执行的 99年 从民国99年 而且已经延长了 因为这个执行的进度落后严重 那这116亿 大概是占这个体育署一个很大的比例 所以说换句话讲 你们用了很多的心力 投在这个上面 是吧 好 那我想请这个次长看一下 下一页 在这个计划里面主要有两大计划 一个就是盖运动中心 一个是修缮运动设施 那这修缮运动设施 那游泳池 事实上 我们也都 都 听到学校在讲 他们学校 我们游泳池盖好了以后呢 那么 之后的那个维护的 那个 那个费用的话 事实上是非常的多 所以后来我们尽量补助就是说 这个学校如果盖游泳池的话 希望他能够要么就是请这个业者来 共同来经营 或者是他可以开放给社区的民众来使用 来使用吗 对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因为像这样子的游泳池的维护成本相当高 已经有案例说像是在云林嘛 就发生学校就不堪亏损报废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是光是那个棒球场的部分 就我知道说你们这边其实还有每个 每一年其实还有编列两三千万的预算 在修缮这个棒球场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再去重复编列这个预算 去做这个棒球场的措施改善 跟委员报告 就我所知 抱歉我刚上任 所以我知道的是像譬如说 高雄澄清湖棒球场 他最近有一笔的经费的话 是补助他的一个照明的设施 我想照明对棒球运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成败 可是这个预算其实是有部分是重叠的 那重点是想要问市长是说 我们盖了这么多棒球场 我们的基层棒球队的数目有增加吗 我们看棒球的观众有变多吗 我们的棒球赛事有更热闹吸引更多人吗 是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我想无可否认的 棒球在国人的心目中 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性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委员 可能就希望说我们把经费用在 其他的项目的设施方面 那这部分我们会再注意这一部分 那我再给市长看下一页 就是有关国民运动中心的计划 看一下这个图的分配 有没有发现都是集中在西部都会区 花冬是没有的 我看到之后其实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的办公室还收到了一个 希望我帮忙的一个案件 是他们的小朋友要出国比赛 拿不到赞助经费 教育部这边体育署也申请不到 我想问一下次长 你知不知道 这个设置的方法是怎么定出来的 为什么都会集中在都会区 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问题 我在高雄市担任局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积极申请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说 体育署为什么要定这个 可是我想委员也了解到 我们花了这么多经费 盖了一个这个运动中心 如果他未来经营不善 变成文字馆的话 我想我们也不乐见 所以在都会区的话 在规划之初 就要找到经营的团队 来一起讨论未来这个要怎么样经营 那这个是用台北市的经验 我想市长其实你脑袋很清楚啦 对就是说这样子的分布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要找业者经营嘛 因为你们怕变成文字馆嘛 那重点是说 为什么设置他会害怕他变成文字馆 还要去做 里面其实还有一项就是 不是都会区的话呢 我们来建置一个运动公园 建置一个运动公园 运动公园是在敷衍 花东地区的人民吗 还是随便就是了事呢 各地方都有 不是在都会区 你有没有去看过这个 啟用的这个运动中心 你有去体验过吗 有去参观过吗 我去新庄的那个 那个运动园区 那市长你感受怎么样 还有我去参观过 国际级的嘛 对不对 国际级的规格嘛 游泳词都国际级的规格嘛 是 你画这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是吧 花东地区的人缴的钱不是钱 全部都盖在都会区就是了 应该是由地方政府他要提案申请 是啊 他提案申请了以后 可是你提案申请其中一个程序是说 你要能够永续经营 所以你要找业者 业者评估之后就是在都会区嘛 对不起 应该不用找到 因为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所以他不用 我在跟你讲的是 比较专业比较高级的 这种运动场馆的设计 你现在目前都是在西部的都会区嘛 我就跟你讲了 你的运动公园跟这个运动中心 是不一样的等级嘛 你运动中心是用国际级的 那个赛事规格在做的嘛 可是问题是我花东的纳税人 他缴钱是没办法去享用的 而且偏偏 今天我们知道花东很多原住民小孩 体育非常好 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一个公平的 基础的设施的对待 所以我想要再接着问市长说 你清不清楚 到底台湾的体育政策 台湾的体育问题是什么 我想我们体育署的话呢 也制定了一个我们体育的白皮书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是不是融会后 我把一些重点的话 再跟委员做详细的报告 那我想我们有几项 那我再看下一页 那我这边就先提醒 这个赤长几点 第一个 我们在做这个 台湾运动找这些中心 我们到底政策目标是什么 在这个案子上面我完全看不出来 你是要鼓励国人运动吗 还是要那个创造国际级的赛事 我们国人运动的问题在于什么 我这边写给你看了 主要是专业的知识不足 做错运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有大型的场馆 但是很就是失修啊 就是那个就是长期的以来就失修 非常的破旧 需要更新 还有各地的这些运动的场合 没有去相连去做整合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就刚刚你讲的 我们人才一直在消失 我们的培训机制跟预算 都严重的不足 你拿那么多钱去做硬体建设 却忽略我们台湾真正的需要 这让我非常的痛心 那最后我再提醒这个赤长一点 就说整个政策里面看起来 我看不出来你们的政策目标 到底是什么 我只看到一直不断的盖这个场馆 而且还是在盖在这个都会区 人口密集的地方 你们说要promote运动 你们promote的有比nike好吗 有比爱迪达好吗 没有嘛 那你们做的有比 这个一般的民间业者好吗 也没有嘛 那盖这个场馆 我真的看不出来要干嘛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116亿的预算 换句话讲 你在排挤其他的预算 我希望说未来这部分 能够做一个调整 真正把钱用在我们台湾的人才上面 这个培训的上面 出国比赛的赛事上面 那第四个就是说 希望不要再因为政策的不公平 造成城乡的差距拉大 好谢谢次长 谢谢委员指教 谢谢 好我们再来请奈士保委员咨询 奈委员请 谢谢主席 那么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林沈记长 还有教育部的长官次长 马上 次长沈记长 两位请 两位长官早 这个我们看到新政府开张以来啊 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啦 我们蔡总统展现的是 超级柔软的 叫做两面手法的实证 他的演说里面 吴阿里演说里面 他是大幅的向九二共识来靠拢 可是他不讲出来 这个叫类九二共识 内容的 就是九二会谈加上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加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一条就讲了 因应什么什么 好 这个 就不管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公开来讲是要 向九二共识靠拢 但是不讲出来 可是实质来讲 又叫教育部 哇教育部长 连潘部长今天没来啊 这个迫不及待啊 跳出来 就第一枪打出来 废克刚德为条 这个大力的 就大力的向文化台独啊 隐姓台独啊 实质台独啊 向前卖一大步 我想这些啊 民进党执政的 他自己去全部负责 但是呢 我想比较关心的是 少子化之后 台湾到大学怎么办 所以大学看到前几天 好多的私立大学校长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场 跳出来讲啦 大声呼吁啊 所以教育部应该松绑 三线六部 是不是 市长要不要回应一下 这个政策路深啦 简单来讲就是 人没搞啦 够这些学生来啦 就没有 要大小公在哪里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 三线六部的政策 在过去这几年 也有部分的一个放宽嘛 一个弹性 那我们会尊重 目前的这样子一个现状 会进一步放宽吗 蛤 会进一步放宽吗 甚至于 市立大学的校长们 希望是整个取消 我们会继续很省深的评估 我们看到中东府成立一个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办公室 他希望说 我们的人跟 冬雪十国的人 好好的交流 学生交流 我们的学生去那里 留在那里工作 他们的学生来这里 留在这里工作 这个叫舍尽求远 哈宁 大陆住在旁边啊 同文同种啊 大家不是更 comfortable 撇开统独意识不谈的话 而且老师讲 对台湾要有信心嘛 他们的学生来这里 我们给他洗脑啊 你怕啥 我们的人去那里 他洗脑不了啊 是不是这样 市场是不是 我讲没道理 不是你不要一直点头 说什么 讲一点话 目前陆生在台湾 就读学位 那么研修生的话 是 三万多人 那所以其实是 这个 对大学里面的 这个求学的 这个很多学校都 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会尊重 你们的方向 未来 学生会再增加吗 我想 我们 因为过去 目前所 我们希望招收 陆生的 名额 有很多 并没有招满 所以我们先优先的把 像譬如说 专生本 那 招收研究生 这一部分 我们先想办法 好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大家都认为 在 在旧政府 已经推动一个政策 叫 七年内 要合并 八道十二所大学 也就是要鼓励 透过政策 来让他们合并 这个现在来做吗 跟委员报告 那根据那个部长在这几天跟媒体上面 所 所 讲的就是我们 那不会为了合并而合并 那如果两个学校 请问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大学数目太多吗 目前一百五十几所 刚刚好 这个 还是太多 太多啦 大家都知道太多啦 减一半差不多啦 或者最少弄到一百啦 但是问题怎么弄 问题很大喔 问题很大喔 合并的 或者要退场的 当然以私立学校为主啦 怎么要鼓励他们 自动的乐意的愿意退场 你们有没有想法 还是没有想过 目前我们 正在想 这方面我们正在归 正在想 好 另外一个 这两天热门的新闻 高中的全面免试 家长们 泡声隆隆啊 还去抗议啊 新闻很大啊 你们现在怎么回应 我想跟委员报告 那我想 家长团体 他们大概是认为说 我们要一次到位 那么 明年就要执行 我们绝对没有这样讲 不然怎么样 绝对没有这样讲 我们是 穩健的 逐步的来推动 你们部长 不是这样讲喔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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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部长返到 現場不够抠千啊呢 没有没有没有 说到 对不对 马上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一直都是 我们的立场就是稳健的来推动 有的人跟我反应 有的人跟我反应 是 说他家住在建宗旁边 他的小孩可以念建宗 如果按照你们的 他不要念建宗 他想念大安高空 你怎么办 你们这里没有啊 你们就算地方喔 对不对 所以市长 很简单 我借你一个 你看你不能接受 这些东西 再开几次的公听会 邀请相关的 家长 会 的代表参加 可以吗 非常谢谢委员指教 我想不只是开一场公听会 我们会开很多场 这个很多细部的东西要 你去查一查 中央政府总预算 通过的决议案是稳劣的 我说 交一部重要的会议 重要的要纳入家长 代表三分之一 他的比例有三分之一 你去查一查 我一个resolution 是通过的 在院会通过的 不分党派 大家支持 让家长的声音进来 你们这么大的一个转弯 家长的声音要听到 好不好 你先不要走 那个 那个省记长 我读了一下 你这里面啊 你的省记报告 有两个部分 对教育部啊 我很有兴趣 第一个部分 你特别提到了 创新育成中心 培育动能不畅 特别点名哦 你这里点名哦 校长在这里 没有时间请你们上来 今天对校长 我都很客气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创新育成中心 全年度没有厂商进驻 ZERO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 一创新育成中心 就incubator 一家厂商 而已 成绩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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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报告里面啊 这个省记长啊 向他超赛 省记长要不要讲一下 是的 我想在学校来 设立这个 创新议程中心 对这个产协合作 还有在未来这个 在整个产业的发展 有很大的这个帮忙 那不过我们看到 就是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我们列出来 在各校都有设置蛮大的面积 而且可以容纳这个部分厂商 可是有部分这个学校呢 那我们也是提醒 那希望说 他们在这个 省记长啊 你的用字潜持太客气啊 不像省记长啊 啊 你就应该干脆的给他讲说 建议教育部 或者纠正教育部 这些的厂商 连续几年 没有的话 关掉 计划关掉 这样啊 市长可以吗 市长可以吗 对不对 我弄老半天 给你空间 一个厂商还没有 那干什么 就不要了嘛 你何必累赘 同意吗 我这样讲你同意吗 市长 谢谢委员指教 可以同意吗 我们会尽量在协助学校 我们跟学校 来讨论 来信厂商 不是厂商 你为什么挂零 你可以看嘛 台中教育大学 我想他原来应该是石砖啦 彰化师范大学 高雄师范大学 他本来就不是搞这个的啊 他培育老师的 你叫他做为难他了嘛 对不对 你不要一套西装大家穿啊 不同的人穿不同西装嘛 对不对 再来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啊 神记长 你这里特别提到 教育部的学产基金 学产管理计划执行情况 效能太低 就闲置干难共 这里还有意思呢 我们总共有八百 有将近五千匹土地啊 土地面积八百多公顷啊 公告限制八百多亿啊 将近一千亿啊 结果 我们学产土地 被长期不法占用 市长要讲一下吗 你们 为什么这种事情 让他容忍 有没有什么办法 谢谢 长期被非法占用 这个确实是长期来的问题 那我们 我们其实的话呢 我们 有按照计划 逐年的来改善 吹讨 所以我们其实也都达到我们 就是应该是 财政部给我们的标准 我们吹讨的那个进度 每一年都 吹讨都找回来 我们都 那个不满足 我们现在的 那个神经常要讲一下好不好 这一部分 你们定的目标 他每一年要吹讨都找回来 是的 我想在 98年我们也曾经 包括监察院 那么追踪结果就是 那当然有收回 可是又有新的这个占用 所以在量的部分呢 并没有显著 反而是增加出来 有收回来 可是 被占用更多 这些东西代表你出问题了嘛 教育部出问题嘛 要不然就是包屁 要不然就是无能 没有好去管嘛 对不对 怎么会 越处理越多 就变成 旧的 拿回来一点 新的又变成再占用了 这个很严重啊 这个教育部长官可以答应 一个月内提出一个改善计划吗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同仁 详细的跟委员报告 好 你把资料给我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 没关系 这个因为我时间到了 不解返这个问题 我一句话就好 是因为算法的问题 本来只有51公顷被占用 后来变成149公顷 大跑了 是因为 本来只有收 那个补偿金的 他当初是没有把它算占用 后来我们依法把它 好吧 你把一份报告给我吧 好不好 是是是 好那教育部就把这些事实 用书面要详细说明 给委员会 特别要去跟 应该你们派个人去跟奈委员说明 好不好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请 我们本委员会的另一位招委 我们的卢秀苑卢委员咨询 卢委员请 主席请教育部蔡次长 次长请 次长 这个教育部最近做了一个制服大解放的一个宣誓 那我特别这两天上了那个PTT 看一下七年孩子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非常有趣哦 孩子们有症有反 有的孩子呢 大声叫好 尤其女学生反应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过去抗争就是说 女孩子希望穿短裤 她不一定希望穿裙子 那穿短裤或穿长裤比较方便啊 那所以啊 我看到有叫好的 但是哎 我有看到很多孩子哈 不以为然 那理由是什么呢 有的孩子是说 因为他觉得制服有这个认同感 有荣誉感 而且有的孩子是从公平起见 他说为什么我们遵守 遵守的人穿的好好的人 那不应该像我们看齐 那穿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要给他解放 不给他处罚 哎有这种孩子的看法 有一种孩子看法是说 因为制服有它的功能 可以消除贫富差距 因为大家就不用 在每天要想 我要穿什么衣服 在那边花心思 第二个有的有炫富 那当然这个有症有反了 这是孩子们的反应 那这两天又跑出很多的新闻来 有的孩子会开始继续冲撞 什么冲撞呢 你有没有看到新闻 有孩子说他要穿蓝白托吗 你看到这个新闻吗 他说要穿蓝白托 看学校要不要给他 怎么处理 也有人说 诶 我不但不穿短裤 不穿长裤 我要穿便服 我连那体育服都不要穿 我要穿便服 你看到这个新闻了吗 你也看到了 那没有关系 反正这段时间 那一定会有一定的冲撞期 那么也有孩子很有创意 他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应该来公投 每个学校办公投 我不知道教育部对于学校办公投 决定他们的服装 有没有什么看法 如果公投结果全部都是 某个学校很有创意 全部都是便服 或全校都蓝白托 教育部的看法呢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其实这个不是教育部新的规定 这个是因为要修改这个法 那么把这个原来 你不用去解释 我的声音有限 你只要告诉我 如果冲撞原来产生这样的结果 教育部的态度 是不是乐观其成 我们是说在学校里面 他如果有办理公听会 有说明会 或者是用全校的问卷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一个 一个城市 一个一个形式来讨论的话 那我想我们就尊重学校的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教育部都是全部接收 都是同意接受的吗 是不是 我想学校如果用这样一个公开的形式讨论 我想家长一定会有他的声音 我想就像委员所提到的 学生也不是说 都全部都是要哪一方面的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后的话 我想我们会尊重学校的做法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医院学生很有创意啊 他们有提到就是说 诶 教育部啊 其实你们就是这样子做 有的孩子不领情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他们说很过度讨好 那但是他们有主张制服的孩子们 他是说啊 因为制服有荣誉感有认同感 而且呢 啊就是可以有这个消负消除贫富差距啊 避免炫富的这种情形 那他们说过去我们对制服的管理都是采取罚则式的 不管是既过还是现在学校要怎么去处理 我们有没有正向的方式 比如说 诶 这个各个学校我们有拉拉队比赛 有各种的这个竞技比赛 其实制服也是一种象征 学校的校服不一定制服 有时候校服 体育服或其他的统一性的便服也是蛮好的 那所以教育部有没有考虑办啊 这是孩子们提出来的 办这种制服啦校服大赛 那我们现在不是鼓励文创吗 文创那有的很多学校 他甚至像有这种高商高职的 他甚至有这种服装科系等等之类的 那所以呢也许到过来 教育部可以举办校服便服或什么大赛啊 然后呢鼓励孩子们 他在这个文创的过程当中 也有纪律 对于孩子们这样的另类的提出的建议 教育部的态度呢 你们会举办类似的比赛吗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这个意见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了 那事实上就我所 我过去的经验 其实有好多媒体 他过去这几年 已经有在这个选出 或者是说他们会报导 这个全台湾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制服 而且很有美感的很漂亮的制服 你们自己会办吗 其实都有 你们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划够小吗 这个我们再来讨论看看好不好 就不排除 是 我们不反对 不反对 不反对 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 好 接下来我关心一个课题是什么 我追踪很久 政府的施政是一棒接一棒 我们的危险教室 高峰期就是在九二一之后了 经过这个陈水扁政府 经过马安九政府 改进了不少 那但是到去年为止 到去年为止 到去年为止 全国的中小学 尾楼 到去年的四月份为止呢 全国还有一百一十二栋 六百五十九班 合计有将近一万七千米的孩子 在没有使用执照 或者是 鉴定需拆除的围楼中上课 那当然我听到你们提出的五十亿 要来让私校退场 这个政策很好 那我不晓得 在围楼的处理上 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候没有能力 你也当过教育局长啊 不一定有能力来处理这些围楼 尤其对于比较偏乡的县市来讲 经费有困难 所以你们有没有提出一个怎么样的金额 五十亿一百亿 在未来几年之内 或是这个一年内或两年内 要来进行危险教室的改建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提出的这个耐震补强的方面 有一百一十 一百亿 然后再来加评估的呢 有整件的方面的话 有八十亿 我们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预算 一百亿多久之内呢 三年之内 三年内一百亿 一共一样一百八十亿 这是要从明年开始新编吗 还是已经在一百零五年的预算 一百零六开始 一百零六开始 哇 那我这么现代化六都里面 我台中市现代化的 都还有十三校十七栋 那我要好好看一下你预算怎么分配 那个麻烦把你们一百亿的规划资料送给我看一下 大家要公平一点 要公平一点 我看看我台中市有没有背话在里面 接下来我还关心一个议题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大学大专院校都开很多的在职专班 或者是研究班 那因为各个学校裁员非常的困难 一方面是作与英才 那么让我们在职人士有在回学校进修 提升学历的机会 二方面呢 也是财务处理的很重要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风气就是 每次在口试的时候啊 你看到很多FB 扑出来 那个应试生啊 准备各种的高级餐点啊 琳琅满目 好像满汉全席一样 再给这些口试的教授 你过去当过文早的副校长啊 你没有去行试过吗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 准备各种高级餐点给口试的老师 其实老师们也不见得喜欢啊 老师们心里觉得负担很大 觉得心里负担很大 可是呢老师讲 在口试的时候的茶水准备啊 现在各个学校啊 几乎都是由应试生在负责 那其实呢 应试生也未必是要贵落老师 可是呢 这变成一个不好的风气 变成一个不好的风气 因为前面的人准备的很澎湃 后面也就很尴尬 而且吃浪费 怎么浪费法 前面那个应试生啊 他准备了一套 老师根本没有吃 或者是老师也觉得不好意思 或者是觉得也很浪费 下一季就收完再聚 所以啊一个应试生在准备 在准备应试的时候 有两三个同学都会帮忙 干嘛 准备茶点 食物浪费 老师们也很尴尬 学生呢 也对学生来讲 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啊 你知道很多还去叫高级饭店 叫高级饭店的这个茶点来处理 那我觉得身为教育部啊 有必要改善这个风范 所以说这是各校的事情 各校自治 可是就像制服一样 你们要有统一的 风气的带风向的作用 你们如果教育部不遏止 不带这个风向的话 那没有给学校会去改革 诶 为什么要 学校自己要财务负担 那反正现在有学生去准备嘛 有什么关系 学校就不要负担了 对不对 那有的还 学生还去装天气热 还加装加装电风扇或移动式的冷气 让硬式的 让这个口式的这个老师们舒服一点 这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想你对这个事情要讲几句话吗 非常同意委员的意见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请学校的话能够注意这一方面 今天有很多的大学校长在场 我没有点名 可是呢 我希望校长们既然身为校长 回去 每到了这个 尤其现在开始很多的这个口试的季节 大家要去寻一下教室 要去寻一下课堂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 尤其在职专生 那我觉得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那即使你随便去FB 去看一下 去Google一下 都有很多这种图片的铺出 然后呢 下一张图片就是他拿到了毕业证书 他今天通过了很高兴 很高兴通过了他的口试 那我觉得这都很不好 对于每个学校的效益都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今天得罪人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提出 这是我们立法委员该做的事情 也是你教育部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我们在场所有大学校长 都应该看到的 我们不希望在未来 有再看到这种情形 谢谢 好 警惠 谢谢盧小伟 接下来我们请徐国勇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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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请次长 好 请蔡次长 次长 刚刚很多委员有提到 包括毒品的问题 还有包括现在 刚刚部长他所宣布的一些 有关免事升学 课纲的等等问题 因为很多委员都提过了 我们希望说要继续处理 尤其毒品更是要注意 年龄下降到小学六年级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以前教小学是最安全的 现在反正教小学都不太安全 所以在这里 我们希望特别注意毒品的问题 既然这样我另外 一件事要跟部长要讨 这个大家都了解很多 我们看第一章 大学存在的意义 当然我相信你也相当了解 培养人才啊等等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台湾现在到底有多少间大学 次长 跟委员报告 就我记忆的应该是159所 可是我算一算好像是158 到底是159 158 我这个是按照你们的计算 让你们了解 158所大学 我们广设的大学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造成的影响 技职体系的衰退 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各个学校 都是国立的大专院校的校长 如果看一下我刚刚特别介绍的时候 特别注意 只有两所专科还存在 其他全部都是大学 真的有必要这么多大学吗 还有 有一些技职学校就全部萎缩了 甚至你们在合并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大学的合并 把本来是技职教育的这些技术学院 或者是它本职是 技职教育的大学 把它合并到一般的中和大学 就消灭了技职 这整个它应该存在的体系 我们看到德国 人家技职学校不但没有消灭 是一再的推广 那我可以举例说 有一些 譬如跟海洋有关的大学 学院 被并到一般中和大学去 而且在上一任的教育部长 还拼命的在推动 这是在消灭技职学院 很多的师专 不见了 师专的基本上 也可以说是一个技职的 因为他出去是教书的 那我以前读的学校 我看看早晚也会不见了 台北教育大学 以前的台北师专 可能也会不见了 那不见了 应该合并 我们也不反对 但是要怎么合并 这里面 就有很多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再看看 数值降低了 我们以前读师专是很了不起的 觉得 满有荣誉感的 现在好像 读教育大学 荣誉感都丧失了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技职体系的衰退 再看看 就业市场的冲击 很多海运业者告诉我 如果有一些 我们海洋的这些学院 如果被消灭的话 被并入中和大学 慢慢的它会不见了 那接下来 我们的航海人才没有了 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 我们的海运 对我们的贸易多么的重要 也会不见了 交易资源也被稀释了 这是产生的影响 我今天先暂时不要你回答 因为你刚刚上任 我只是把这些问题要凸显给你 照理讲是应该没有蜜月期 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交易部一点蜜月期 希望你们把这些问题要一一的回答我 没有时间用书面告诉我 到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 资源的稀释 我们在103年 每一个受个等教育的学生 平均分配的经费是6300美元 如果好好的跟OECD 去比较一下 2012年OECD的会员国 平均是15000多美元 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提升呢 难怪我们的大学要进入500大 进入400大 进入300大 都有一些困难 好不容易进入了 最近听说又有倒退了 包括台大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们再看 下一张 20 20岁人口的这些高等教育净在学率 我们就是把实际的在学人口 除以该年龄的总人口 美国52% 英国39% OECD这些已开发国家里面 会员国平均是38% 我们台湾是多少 市长 我们台湾太了不起了 73% 那照理讲我们的大学生 比率是这么的高 就学比例这么的高 我们的国民素质应该全世界第一名 有比美国好吗 有比瑞士好吗 有比德国好吗 就表示我们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了 好我们再看 现阶段顶尖国立大学的损益状况 我就不一一点名啦 从台大开始 里面有我的母校 中兴大学 台北大学 包括海洋大学 通通在里面 全部都赔钱 看到国外的大学 人家可以损益平衡 我们的大学 完全要靠政府补助 补助的结果 有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吗 也没有 我们再看看各个大学 下一屆 当我们在讲我们的财户 平户不均的时候 我们的各个大学 也一样平户不均 好的 给他更好的资源 稍微 在落后应该要把他提西一把的 给他的资源也不够 所以我们看看 从台大到成大 资源相差三十几% 单单这几个大学就好了 资源政大 16053 的学生人数 可是你看看 整个资源 差了多少 我们也一样平户不均 包括以前的卓越计划 有的大学申请不到 有的大学申请得到 有的大学不必申请 你们主动会给他 因为我们的 总统都是 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有的 要求一些卓越经费 还要拜托 已经毕业的 这些校友 刚好他是立委 所以可以去要一点经费 要个三十亿二十亿 他觉得好满意 有的留了六亿 他就很高兴了 可是有的随便是一百亿幾十亿 平户不均 好的更好 差的更差 我们再看 下一张 我们的大学 剛剛提到了 一百五十九所 还不包括私立 把私立 包括私立的 我是说 有关这一些 应该退场的 还有包括这些等等 我如果再把私立的算进来 那个资源不均 那更是严重 包括私立的 一百多所的大学 在少子化的冲袭 大家看看 教育部你们核定 全国五十一个大 大学的系所 停止造生呢 那停止造生 为什么 前阵子人家讲 未婚磕掉台下 以前考上大学 考上台大 人家要放鞭炮 大街小巷 邻里还会放个鞭炮说 恭喜你儿子考上大学 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再恭喜 八分可以上大学 现在最低的十八分 这个大学 这样的系所存在 到底有没有必要 我也不晓得 也许真的还有它的必要 但是 全民都在质疑 好 我们再看现实的状况 招生的原额缺額增加 教育品质的低落 学校经营管理 产生危机 师肢结构面临调整 我更听到 有实力学校 逼 逼 讲师 在三年内 要考上博士班 逼他 博士班五年内要毕业 没有毕业对不起 之前 解聘 可是 一个讲师 难道他的教学成绩 一定不好吗 如果叫吴宝春去教大家烘焙 烤面包的话 他是全国第一名 可是他会有 教授 副教授的资格吗 他顶多就是讲 讲师的资格 一定不好吗 所以政大曾经有很好的老师 教学 评鉴 学生都喜欢 教得非常好的 只不过因为没有论文 而被解聘 这些问题 一一的在浮现 所以我最后 要问的 大学的退场机制 到底该怎么办 我会把里面的 问题写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你们会看得到 这个power point 再看下一张 前面是法治面 再来是退场机制的教育政策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说 这些数量 还要建立学校的转型 那怎么转型 我刚刚也把一些核心告诉你 希望继职教育 不要被整个消灭掉 而且更应该好好扶植 所以蔡总统说 不要急得读书 18岁可以出去工作 我们的技职学校 包括高职 要衔接大学的 到底现在怎么一回事 然后最后退场机制衍生了相关问题 我们学生的安置 教师的劳动权利 还有私校董事会的权益 那也要问 私校董事会的一些问题 包括所谓 刚刚吴委员 吴秉睿委员提到的 獨立董事的问题 如果这个獨立董事 不是由外面进来 而只是由他们自己去聘 重点是外面进来 而产生是由他们自己董事会聘的话 有多少学校董事会出了问题 所以最后一张 退场机制必须要完善 那我也列出了一些 对你们的建议 所以我今天通通没有叫你回答 是给你一点蜜月期 那下一次的咨询 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我在这里 也跟教育部 特别提出这些说明 虽然蔡总统说没有蜜月期 我还是愿意给你们一点时间 那把这些问题 要做出一些相关的研讨报告出来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今天自说自话 来给你的一些建议 好 谢谢你 好 接下来我们请 王龙章委员 王龙章委员请 主席麻烦我请我们蔡市长 还有我们高教师的朱副市长 特教师的刘市长 以及我们体育署的王副署长 好不好 老师位请 好 呃 次长 我今天 针对我们 关于 声音障碍 学生的相关的权益 然后 来跟做一些 讨论 知道您刚刚新任 那我想 呃 很多的问题 我会问 呃 业务主管机关 那 政策方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再请您做 呃 决定跟回答 好 来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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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 现在 好 我们 关于声音障碍者 的 这一个 呃 学生的权益 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的 呃 审计部 然后指出 来 好 在我们审计报告里面 就是说有 我们事实上 在与特殊教育学生的通报转嫌 就是说呃 在这个部分的的话 虽然有持续性 跟整体性的辅导和服务 但是 我们有规定 要这样子做 但是事实上 我们没有按照 限定的期限 里面完成 在跨部会的这个部分 特别是我们教育部所负责 的相关 的转嫌作业 没有健全 那另外 就是说相关的支持服务 没有完善 那要 持续督导改善 审计部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讲得很含蓄 好 但是状况是什么 好 我们在一百六十所学校 好 刚刚讲一百五十九 一百五十八 在一百零四年 学年度的话 一百六十所 专科以上的学校 在当年度的 就是说统计里面的话 我们一共有一万 将近一万三千位身心障碍的学生 主要是以学习障碍 自闭症肢体障碍 为多数 下一张 好 但是 在这里面 很重要的 在按照规定 我们各个学校 要成立特教委员会 好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三十所 没有成立 一百一十一所 虽然成立了 没有开会 真正在有在运作的 只有二十三所 那在这样子的 究竟的情况 我请问 就是说为什么 吴高教师 是不是能回答一下 为什么按照规定 要有这样子的 要有这样子的委员会 要能够运作 为什么没有办法运作 跟委员报告 呃 委员的数字是一百零三 学年度 可是 一百零四 学年度的话 是都有了 那跟委员报告的话 我在就任 这个位置之前的话 我也担任 统合四岛的委员 我们 统合四岛里面 那么 学校也没有设立 这个特推会的话 是列为统合四岛一个 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情况里面 我们规定完善 好 所有的规定通通都有 但是到底有没有落实 是很大的问题 好 那这里面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会有一组 三人的这个委员 专门就特殊教育的这个 我现在都知道 就是有嘛 这个也有 那个也有 但是 到底有没有落实 是问题 我们看下一张 好 那我们也规定 身上的就是说学生 在休学退学的 这一个部分的话 要做追踪调查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103年度的 就是说 身上 修退学的这个部分的话 超过两年没有追踪的 已经有369个人 那然后另外 我们在相关的就是说 在网路资料里面 在98年以后 这样的资料 就不再呈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都有规定 规定要做 也有人 就是说负责要做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完全 都不中全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一个是 103年查有的资料 但是 依照规定 我们必须要 毕业之后 所以现在告诉我 现在全部东方都有了 目前在我们特教通报网 我们经过去年 一整年的追踪管考 那刚次长也有提到 我们统合四島里面 都有指标 所以目前 学校在通报网上 都有完成 转型 所以现在百分之百 目前是百分之百 目前是百分之百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高等教育阶段的 身心障碍学生 相关的需求 跟事务 到底是我们高教师负责 还是我们特教师负责 我们在内部的分工 到底是怎么样子 其实这两个师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一直不断的推 这个推给那个 那个推给这个 关于身心障碍学生 在高等教育里面 的相关权益 谁负责 各位委员报告 如果是进到 大学里面 我们有 特教资源中心 会来做学生 支持服务 跟相关的一个协助 那当然有关相关的 你还是没有 你还是没有 你还是没有就我 问的问题回答 就是有嘛 你现在又是 刚刚标准的答案 就是说 这些东西我们通通都有 我们有规定 然后我们有 但是有没有落实呢 你敢跟我讲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所有的运作 通通都是正常的 是顺畅的吗 目前每一个特教的孩子 我们都有 请资源中心做 每一个 都有 除非他 都有 有是规定吗 有 我们在特队会里面 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 很多的声音障碍 的 大专学生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障碍 有非常多的抱怨 对学校的这个部分的话 的支持等等 各校的等等的 就是说做法 我们希望 就是说教师跟特教师 要好好的 去做相 去过相关的了解 跟相关的讨论 时间的关系 我们看下一张 那我想之前 在讨论 我们专科以上学生 专科以上学校 那然后兼任助理 的问题 那然后我们的学校 特别我们很多的公立学校 以台大为首 一代的就是说在抗拒 身心障碍者 在这个部分的话 要 申权法的相关规定 要落实跟适用 我们从统计的 就是说 里面来看 在这里面的话 事实上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说人数只有九千多人 因为很多的学校没有爆来 好 这是我们劳动部的资料 市长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有意愿 呃 呃 担任 学校助理的这个部分 人数植物业在上升 我们目前 就是说 有调查的这个部分 单单有调查的部分 事实上 有两千位以上 的身上学生 有意愿要担任助理 但是 但是已经担任的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 只有百 只有四百多人 学校说找不到人 没有障碍者 就是说 可以来担任 没有办法 达成就是说相关的规定 这样合理吗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 就我所知的话 学校其实是很 希望 这些身心障碍生 能够来担任助理 以免这个在 病用上面 但是结果却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有可能是 呃 在过去他们 这方面的话 可能会 觉得说在这些学生的话 他可能 因为 呃 所以这个不应该是理由 所以这个是 要落实 生权法的就是说规定 好 是 柔动部事实上废止 他的函事 是有绝对的理由 跟事实来支持的 所以 市长可不可以答应 就是说公立学校的这个部分 不要再 说三道四 不要再抗拒这样子的规定 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们 我们可以 跟学校 就请学校 一定要 第一个人先调查 因为有些学生 他可能他 他觉得他 他他要把把时间 心力都 放在功课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情况 不是说学生 只有学生的比例 这是总的 喔 学校的教职员工 跟学生 他是以 纳入 勞保 还有就是说相关保险的 就是说统一来做 就是说相关 就是统一来做 呃 呃比例 的规定的 他不是说学生只能够 就是说 用学生的就是说标准 我们看下一张 我在这边特别要强调 齁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 助理分成 勞固型助理 跟学习型助理 我们如果纳入勞保 学 勞固型的助理 可以在我们的 勞政的这一个部分 有职务再设计相关的服务 但很可惜 我们学习型的这个部分 那到底 可以给予什么样子的支持 所以学习型的这个部分 我们放油吃潮 各位报告 部里面我们有定定处理原则 如果是学习型的助理 学校必须提出学习的计划 他学习的目标 跟他的评量方式 不是我是说对于身心障碍者 是也是 然后担任助理 我们在 勞固型的这个部分的的话 劳政单位 他可以提供 所谓的职务再设计相关的服务 我们在学习型的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做得到 学习型的部分 我们会请学校在理定学习计划 你的意思是 那要告诉我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型的这个部分 会比照勞固型的 来提供相关的支持服务吗 在工作职场上面的支持 或者在学习上面的支持 我们在身心障碍者的运动 跟我们的健康促进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这个部分的话 在国内也已经通过实行法 那在这里面的话 事实上身心障碍者 应该跟其他的人 在平等的基础上面 可以有康乐休闲跟体育活动 但是 我们实际上面 的执行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 在身心障碍者的 就是说运动发展里面 运动的目的 我想 就是说各位都非常清楚啊 他不是为了比赛 我们在 105年度的预算里面 我们编了1亿2千多万 9项的比赛活动 的补助 但是对于体制人 在运动的这个部分 一毛钱都没有 这样子合理吗 报告委员我 说明一下 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体制 这个经费呢 今年呢 是有特别做的 但是没有把预算 特别单独列出来 今年是有的 所以就涵盖在其他的预算里面 是是 今年有特别 銀华族还有这个身心障碍者 今年都特别强调 所以呢 所以就是 跨廊有春吗 这不耐掉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把那个预算 好 的分配 给本期 好不好 没有问题 谢谢 下一张 我们在这个部分 台南是我们的地方政府 都有身心障碍 体制人中心 下一张 我们的体育署 我们在国民运动中心的这个部分 一共编了66亿多的经费 然后要补助30座的运动中心 但是在这里面 相关歧视障碍者的规定 很多的部分 我们只有无障碍环境 它符合相关的规定 但是障碍者不是去体育 运动中心里面 去逛中心啊 要能够在运动中心里面 要能够使用这些设施设备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规定 只有公益时段 只有上班时间 有的东西规定才能够去 我们在这里面 没有身心障碍者 可以使用的运动设施 我们的运动指导员 没有办法指导障碍者 我们规定要设计运动指导员 但这个运动指导员 只能够指导非障碍者 对于障碍者到里面来的话 就各安天命各凭本事 甚至于要求障碍者 要自备陪伴者 他的安全自己顾 这样子合理吗 在他的规定里面 大啦啦的写着 障碍者的安全 自己负责 他们中心不负责 我们有这样的规定 非障碍者吗 好 谢谢委员的关心 那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呢 是教育部体育署呢 有补助他每一座是2亿啦 所以呢我们在 你不用把我讲过的话 再重复一遍 在那个要求在使用的时候 这些不合理的规定 本期已经要求一个多月 要求我们体育署 去做统计 去做调查 去做了解 到昨天 资料来给我们办公室 里面 我从上网都可以抓得到资料 我没有特别秘密管道 这都是公开的资讯 然后相关的就都规定 只有体育署不知道 你们要不要检讨 这个我们会重新再加以解答 下一张 我们土城国民运动中心 就规定 零有声音带 要有成年家属全程陪伴入职 要求陪伴家属 对于陪伴者 在本中心内行为 负完全的责任 主席是 律师啊 这样子的规定跟要求 就说就能够完全摆脱责任吗 好 下一张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 新北市的 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 的体势能中心招生 要求参加者 没有特殊疾病 怀孕或身心障碍 我们的体势能 刚刚讲 我们有相关的人员 为什么在这个部分做不到 最后一张 台北市信义运动中心 禁止身心障碍者 带他的子女 去运动 这些规定 都不是特别爆料 这里面的话 都是新闻 都报道过的 体育室没有责任吗 你们要怎么做 这个我们在将这个 各运动中心啊 他们目前的这一些 使用的规定呢 我们重新来做一次的检讨 那这个呢都是政府委托民间在经营 那像这个 有身心障碍的 他可能呢 会有这个特别的时段 他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设施 还有比较好的指导人员 能够完全掌握到这个安全 是啊 我想 在这个部分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就是做检讨 我们的体育署 对于障碍者 相关权利 平权的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毫无概念 没有办法让身心障碍者 跟非身心障碍者 一起运动 这一个部分的话 本期希望 你接任了之后的话 能够好好的负起责任 督导相关的业务 好 那教育部 刚刚王委员所提的 你们去研究 然后也派个人跟王委员做个说明 好不好 好 感谢 请回 接下来我们请 吴志阳委员 咨询委员 请 主席有请 蔡次长 还有体育署王副署长 蔡次长 还有体育署 那个是王副署长 副署长 蔡次长 本期一直在关心体育的发展 我认为这在 既然体委会 现在变成教育部体育署 我认为 主管机关不应该降低层级 我认为 体育的主管机关最终还是教育部 所以我之前要求 吴思华部长 在教育部里面 一定要有个次长级的人 专门 很认真地来督导体育署的业务 请问 蔡次长 您现在是不是有负责这一块 报告委员 是 我负责督导体育署 就是在分工上很清楚 是 我想您来督导应该蛮适合的 因为您过去在高雄市 担任副市长的时候 刚好办了市运 以及也有场馆的新建 因为体育 现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大型赛事 第二个就是大型场馆的新建 刚好你都有这个经验 我觉得相当的好 那你认为520你们上任以后 现在台湾最重要的运动赛事 以及运动场馆 急需要处理的是哪两件事情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么目前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明年的四大运 那所以在场馆的这部分的话 那么开闭幕的话 应该是现在移到台北市的田径厂 那么另外 好 那我先跟您讲 场馆的话 当然现在因为很多都已经有了 现在最大家瞩目的场馆 就是台北的大巨蛋 那台北的大巨蛋 你也可以跟2017年的四大运 做一个结合 但是也可以分开来看 就算这一次大巨蛋来不及 在2017年 施大运使用 他还是有 那这颗蛋到底要不要做 还是有这个问题 那还是有一个就是 万一这颗蛋不做的话 我们要不要另外有一颗蛋 是不是体育署 以及教育部的政策 所以这个事情 你教育部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是政策 这个不是台北市自己的事情 我再次强调 那我想请问一下 首先我们讲四大运的筹办 这个也是最近我们 国内争取到的最大的一个 运动赛事 你觉得现在 市大运的筹备工作进行的如何 跟委员报告 那么就我所知道的话 那么在整个场馆的整件的这部分的话 那么应该是可以如期的完成 那 他有很多场馆 是 一共有20 我们看到台北市 52座 台北市议会在5月10号 他们做工作报告说 他们说那个时候 还有两座新建的场馆 工程进度不到60% 另外还有52座整建场馆 有41座还没有发包 时程上到底来不来得及 好 跟委员报告 那么有那么多的这个场馆 还没有进行的话 是因为 这些场馆 大部分都是在各大学校院里面 那他们是希望就是说 暑假 对对 暑假就开始进行 那暑假就来得及 是 那不是大修嘛 对不对 是 所以应该是来得及 我想这个 我想教育部 应该要 就是督导 或协助台北市的筹备 让整个赛事能够完整 因为这是国家的面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过去也在高雄办过试运 在经费上面 我觉得有点特别 这一次市大运的总预算金额 高达198亿 那韩国就是上一届 它的市大运大概也只有89亿 韩国这么爱面子的地方 它也只用89亿 那你们高雄市运的话 我的了解是大概125亿 那这样比起来 这次台北的市大运 显然它的经费是非常非常高 你觉得它这个经费编列合理吗 还是觉得说 以你专业的经验来讲 它是不是有些经费 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因为在编列过程 这个我不是非常了解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它 譬如说像选手村 这个地价方面的话 是比较高 所以它的这个经费的话 就编的比较高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我 这一部分的话可能 我想提 教育部以后 还会有 征办很多的大型赛事 而且会有各个城市去来征办 我想你以前也 申办过很多的 有的还有什么东亚运的 全中运的 全大运的 还有很多这种运动会 都会由各地方政府申办 所以教育部要有一个准则 在国内在竞争的时候 你就要抓这个预算 如果它一个城市 它在各项条件上面 它很多东西都要新建 新建 以至于它的预算膨胀的话 其实像我们今天是审决算 我觉得那是很可惜 应该是先充分利用 现有的场馆 要不然你这个计划就不行 比如说你的选手村 要花这么多钱的话 难道没有其他的选手村的计划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 不是以哪一个城市提出的金额最高 就表示它最有诚意 就把这个主办权 申办权给它 这样是很不对的 所以你们身为体育的主管机关 对国际大型赛事的侦办 你要有一个准则 而且我最近在研究 上次有讲这个 Sport Event Denmark 这个是丹麦专门有一个 运动赛事侦办的一个基金会 由各部会出资 共同去争取 不会让各单项运动协会 自己要负担这么大的财务的压力 在谈权利金的时候压力太大 争取不易 这个是要请国家之力 把那个运动先争取回来再说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可以去参考 是不是可以定一下这样的机制 用国家的力量协助各单项协会 去争取重要的赛事回来 而不是等人家争取 争办到了以后 才根据什么补助办法来申请补助 那个都是后面的事情 我这边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 我顺便问一下 因为这次大巨蛋 我想当时高雄的试运会 我想一般感觉都办得不错 而且这个场馆还算顺利 而且这个造型也很好 大家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去拍照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 争取2017世大运的时候 高雄是不是有征办 您应该那时候 我的印象是没有 我们那时候是申请别的项目 别的项目 后来没有争取到 那事实上我觉得高雄的条件也非常好 比如说气候 还有他已经在使用的场馆 已经相当 因为他办过市运 那这个部分可能王 副署长应该知道 当时有多少城市要侦办 这个市道医院 当时就统一了 就是由台北来争取 那高雄市呢 当时是2007年了 是高雄市代表 不是什么统一由他争取 就国内啦 就国内就是由 我的意思是说 国内有几个城市 跟你争取说 他要来申请那个2017的 市大运我印象 应该就只有他而已吧 应该就只有他啦 因为其他像高雄也征办过了 我怎么印象 我桃园也有争取啊 这样子啊 而且我还把所有的设施 場款设施都跟你讲啦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城市我印象台中也有嘛 我是说国内的竞争嘛 国内竞争完台北出来以后 台北再去跟全世界的城市去竞争嘛 可是在国内竞争的时候 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最吃亏的 就是台北市提出一个 开幕闭幕有大巨蛋可以提供 这个哇 大家傻眼马上输啦 当下跪下来求饶 大概没机会了 可是台北争取到了 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我到过来讲 搞不好这个2017的市场议 在高雄办 用现有的 你原来弄得很好的事 搞不好就办得更好 对所以这个 体育署跟加部以后 对于大型赛事的争办 你要注意到 第一个财务可行性 还有这个就是 他执行计划的可行性 不是说计划写得很漂亮 就一定可以达成 这个我请因为您是 也有经验 我很高兴有个有经验的次长 来督导这一块 那最后我还请问一下 教育部打算怎么帮台北市 解决大巨蛋的问题 你们站在哪一个角度 还是这是地方事务 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大巨蛋 何处长他有讲 我们原则上是希望 国内有大巨蛋 但是这个是尊重 台北市政府他们的处理 你看又是 怎么可以尊重而已啊 我就讲那颗蛋 是刚好盖在台北 由台北来执行 那颗蛋将来 就是给全台湾的人 举办国家重要的大赛事的荣耀感的地方嘛 刚好在台北 台北最有钱 位置最好 让他先盖 是这样子 所以这块地 当时是因为他要盖巨蛋棒球场才换地给他的啊 所以他如果不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事情很严重的 那块地 是不是还是给台北市自己决定怎么运用 还是要另外做其他的体育设施 由中央来主导 这个都是你们要去想的 不是说我看在那边看好戏 好 那我在最后问一个问题 这个还是要讲 因为我说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带给新政府继续研究 一棒接一棒 就是万一台北这个巨蛋 盖不下去了 或拆掉了 台湾还要不要有一个蛋 需不需要在有一个室内的 可以打棒球的一个场地 我想这个比较高层次的 我想请市长回答 跟委员报告 那我不了解体育署是不是有规划过 尤其您刚提到的是棒球的一个室内的球场 因为我们在美国 我跟您报告现在 已经很少纯棒球的 那个场馆送出来 什么东西都可用 你只经营棒球一定会亏钱 是 东京巨蛋就说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怕 他们赚钱赚得要命 什么展览 什么大型演唱会 什么都在那里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 台湾这么多雨的场地 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 让台湾可以办所有大型赛会 重要的庆典 我上次还讲 如果大巨蛋依照程序已经做好 今年520就搞不好风光的就在这边办 对不对 所以很可惜嘛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棒球 也不是只有体育 但是你教育可能是相关的主管机关 你要有策略 下次我再碰到你 请你回去跟这个部长讲 礼拜一就要见到他了 请他要有一个准则 心里要抓一个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请柯智恩 柯委员咨询 柯委员请 谢谢主席 我们请蔡次长 次长请 次长好 我本来打算把高教的问题来问我们的部长 不过我今天看到 列席有这么多国立大学的校长 这个阵仗真是非常的吓人 那我刚也观察到了 我们这个是不是主席 我是新科立委主席 我们立法院有这种规定说 决算如果缺席的话 预算可能会被扣减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种规定 没有这种内规 因为这个 跟我们委员会报告 他这个没有来的都有经过请假 是 非常好 我想大 做说明 你就知道大学校长 大家缺钱缺的多厉害 很怕 没有表示诚意的 预算就会被扣掉 而且我刚也观察一下 校长里面好像有一半 没有在玩手机的 其实面对立法院这么枯燥 冗长的这个质询 建立群组 彼此就可以互相互通 有无 然后来看看我们正在质询什么 或许可以消减一下你们的压力 跟忧虑 但是今天还是回顾到这个正题 我们今天有关 审计部的这些预算里面 那我们特别看到了 这个国立大学里面的 校务基金的整体营运 短促的49亿9千多 那还有一些有关有半数学校 有五项的自筹的基金 没有达到两成 我只是要表达说 这个基本上对于这个 从私立大学任教19年的 第一线教师来说的话 真是非常羡慕的国立大学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 国家的一个经费 不过呢 这边也可以看到 我光是看到台市跟台大 那个台市大几乎 把一片的围墙都拆了 来卖咖啡 来做外面的营运 包括台大也是 次长你就应该知道 这个大学要 这个经费 的确是非常的困难 刚刚有很多 包括徐委员 我们的主席 昭伟特别提到的 国立大学都在亏钱 然后呢 有很多的基金 也都完全成效不张 可是呢 你告诉这些校长 大家还是要告诉你 钱还是不够 在我们高等教育 钱都不够 更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五 这个千亿的高教蓝图 目前是暂缓 然后呢 所以说大家都没有钱 大家这个钱 用到明年7月 大家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 已经这么缺钱了 我们新任的教育部长 第一天上台的时候呢 竟然提出了所谓的 南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先请教次长 大学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经验里面 有拨出多少钱要来支援南向的政策 跟委员报告 目前还在规划中 并没有说要 应该是说 是多少的预算 都要过多少什么部分 你们有没有考量多 有没有往南向的机会 我可以请问在场的 所有的国立大学校长 你们现在的学校当中 有设立东南亚语文的系所的 有的请举手一下 很好 两间 三间 OK 有没有办法全部来做英文教学的学校 为什么要这样去问呢 我们要有这样的政策 一定要所谓的配套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 目前所谓大学的一个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这些东南亚的学生过来 我们要足够提供人家一个 可以来的一个筹码 我们现在几乎 虽然讲到所谓的英语教学 对不起大家都知道 英语教学某种程度 大概只有几个系所可以做得到 虽然美其民运教学 其实基本上都不是 然后更不要说 印度 菲律宾 新加坡 都在讲英文 中文很难念 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搞清楚的话 你今天大胆的提出一个南向的一个政策的话 其实你又让我们 已经是不够钱的这个部分里面 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出来之后 而不是说现在还在规划这两个字 就可以来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新政府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次长 你当过中山大学的 当中山大学国立大学嘛 也到过文找嘛 所以公司里你都呆过 那你有没有指导过这个所谓的 顶大计划或者是卓越计划 有没有参与过 有 有参与过吗 那你觉得最大困难 你觉得钱最难用的地方在哪里 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很多下面的人都想说 钱别那么多也没关系 少做一点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钱很难用啊 不光是你那些什么所谓教育部邀的一些佐证资料 还配合单据 我光是在搞那些单据 我就觉得我不要耗多好的时间 更不要说我需要钱 可是教育部永远给我一些的计划 然后每一个部分 我告诉你 不管是停顿的所谓的高教蓝图 或者是现在既有的 最大的公愈数是什么 次长 最大公愈数是什么 通常那个计划里面的指标通常不拖哪些范围 学生的嘛 课程嘛 教师嘛 研究的 研究嘛 国际化等等之类的嘛 对不对 那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已经主导过 你觉得钱难 你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的 钱难不难用嘛 老实说嘛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争取经费非常努力 可是在运用经费方面 当然 那个报销的手续 当然会比较完缩 不止这个报销的手续 还有包括你钱的分配 基本上你如果问所有的老师 或所有的校长 其实最好用就是人力嘛 最好用就是人力 对不对 聘人来嘛 可是这个东西 你们在经费上面 又有限制嘛 所以我说钱难用的地方就是 你没有办法符合整个大专院校 发展的一个趋势 包括你说的指标叫做学用合一 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这样部分的 问题是 然后呢你给我们很多的指标 我们试问嘛 现在整个大学的这个整个任用系统 这么样的一个僵化 我们老师 大学教授 市长你技术知道吗 你教学二三十年 你有在出国去研修过吗 你有在跟企业界做过 他们更update的这个技术的 技术上面的一个 一个连结吗 你有没有 你除了研究之外 有没有 我想我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的话 平常都会担任这个 因为我是学教育的 所以会担任学校的一些 那也是不够的 你基本上产业合作的话 你如果没有把我们现在老师 用给他更弹性的方法 让他到企业界去 不管是说 当然 杨校长所提出什么开公司 有引起很多的讨论 但起码已经开始讨论 我没有说我赞成是反对 我只是告诉你 大学教授 你如果要让他 带动学生能够学用合一 大学教授 绝对是在第一线的线上 所以你教部的很多的政策 你要支持 类似像这样子这个 弹性上的一个使用 包括你叫企业界 来给教授付钱啊 然后呢 要带动多少的学生 进到这个企业界里面去 这都是一个方向啊 但是呢 你们这样所给我们的指标里面 都还是非常的传统 非常的保守 包括你说的国际化 国际化里面呢 你只支持一半 很多地方 如果学生要去的话 是要学生 是要学校能够提出配合款来的 私立学校提出配合款 那干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做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需要钱 但是我们的钱 要能够好用 那你来自于大学 还包括次长成长金 也是来自过大学 是否你们可以用过 你们自己在大学的经验里面 能够让我们在这整个的 执行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指标当中 包括我今天所看到的 还是在这个地方 学生怎么样 这个被退学的比率 没有提出很好的辅导的策略 然后呢 我们这个所谓的不适任的老师 也还是没有达到你说的标准 现在不要说公立大学 连私立大学 要辞退一个老师 因为他的教学评价不佳 那有多困难 那劳动部早就跳出来了 高教工会早就跳出来了 这些都是你曾经 在过去大学里面所看到的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个 绝算的过程里面特别提出来 因为有新的一期已经要开始了 所以你可以从你过去的经验里面 自己知道 如果说你真的在第一线 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是应该在所有的这些 方式的这些指标上面 来协助所有的各大学 不管公私立大学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简化这些流程 能够让弹性的这个人才的运用 更容易得当 而不是给我们一些到最后的结果 教育部所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检讨报告 我告诉你10年来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有没有办法用你亲身今天 协助大家来做到这个部分 好 各位委员报告 那个短处49亿 那个是因为在 那个校舍的折旧率方面 我们是没有 如果把它算进去的话 当然就那个短处 我刚刚请你 我加起市长讲的部分 是来自于 你给我们的指标里面 给我们未来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经费 不管是高教蓝图所提到的 五年千亿或是来自什么部分 指教是有关于 需要透过竞争型 来跟教育部 申请经费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给我们所谓的 质量化指标之外 那太难了 质化指标 问大学校长 谁会写什么质量指标 谁要写去不就那个部分 量化指标 是不是写来写 都是什么参与率 满足度 告诉我还有什么 想到老半天 包括你学教育的 你也或许来告诉我们 什么叫indicator 好不好 这个东西 都是你可以来帮助大家的 能够活化我们所有经费的 资金的运用 你才有办法 让整个高等教育 拿到你的钱 更好地去发展 否则现在每个人都说 台大会告诉他钱不够用 问题是 当你钱化出来的时候 其他中自辈的学校 很多学校说 我钱分的不够 你整个教育政策 到底是要扶植一个 可以让我们进百大的学校 还是你要均分 这些的策略 都需要非常明确的 而且你来自于大学 你公司大学都待过 你更是应该站在这个地方 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 基本上面 对于这个所谓的指标 未来计划的指标 你是不是可以重新检讨 好 这一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会 邀请各个大学 我们一起来谈 好 最后我就问各位 问家次长 你知不支持 所谓退休之后的老师 特别是转任到私立学校老师 他的像昨天很多教育团体 所提到的 他的所谓的退休金 领了私立大学的退休 领了私立大学的 专任的职缺之后 他的退休金里面 先领35%自己的那一块 65%有国家来 负担在这个部分 暂时保留 你知不知实这样的一个政策 委员就在提到我 因为你公司里都在工啊 我就是这样子 我非常赞成 只要透过法定的程序的话 我非常赞成 我们这边在此讲说 他并不是要 让大学老师 最后只能卖鸡牌 不是 他只是用一个更合理 分配的一个方法 能够让所有的年轻世代 跟资深的老师 都可以得到一个 社会所认为一个 非常公平的一个分配 这是本席在此要特别提醒的 是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媒委员咨询 高金委员请 谢谢主席有请次长 次长请 还有教育部的国际司 国际司司长 不是是 是司长吗 还是今天谁来的 副司长 副司长是吗 好谢谢 那个次长 您刚上任 所以我让您在旁边先休息一下 那本来在今天的这样的质询里面 我不应该按照个案 来提出质询 但是我相信这个个案 如果不处理不解决的话 未来会因为教育部的制度的僵化 而会影响我们公费留学生的权益 市长 市长不知道您的幕僚有没有告诉你 前几天在我办公室所举行的一个协调会 不知道 我还有请他们回去告诉您哦 知道吧 我知道 知道 有一位留学英国的 对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原住民 南麦夏的孩子 他呢考上了那个爱丁堡大学 但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教育部的工费留学的这个契约书 都是一体适用 然而呢 就因为一体适用 我们的孩子考上了爱丁堡大学 那爱丁堡大学的所有的学制 跟你们的合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因为这样 你们要取消这个孩子的 这个工费留学的契约 你觉得这合理吗 市长 你觉得合理吗 这整件的合约不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要恶意故意的来挑战你们的合约 而是因为爱丁堡这个大学 他的学制的所有的过程 跟你们的合约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孩子呢 在求助武门的时候呢 就到了你们那个住 爱丁堡里面有一个处 是吗 代表处 这个代表处也协助他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协助完了之后呢 到目前还是不合乎你们的所谓的这个合约的契约 于是这个孩子 来到了台湾 求助到我办公室 事实上也求助到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的教育部的态度很差 我一直在想 教育部的功能跟职务是什么 你们应该是要 培养最好的 拥秀的孩子出去嘛是不是 你们应该要站在孩子的立场 帮孩子解决问题嘛 那你们现在告诉我是说 我已经帮孩子解决了第一段问题 因为他的合约 他要赔偿所有的钱 我已经不要他赔偿了 但是这个孩子还在念书啊 这个孩子未来在那边的公费 还需要教育部支持啊 结果教育部说很抱歉 因为违反了合约 好像要让孩子感恩教育部 我已经不拿你前面的这些 要赔偿的费用了 但是我往后的公费 你就不能拿 孩子说我不能拿的话 我怎么办呢 我的学长还没有结束啊 那你的态度说去跟圆明会要 教育部次长 我们教育部的态度 是这个样子的吗 请次长回答 本夕在这里要 严厉的谴责教育部你们的态度 你们除了是制度僵化之外 你们的态度完全不对 次长请您回答 要不要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委员的这个提问 那这一位同学 那么当初在签约的时候呢 确实是有跟他做了这样一个讨论 你有告诉他爱丁堡的学子 是跟我们合约不一样吗 如果你有告诉他的话 为什么还让他签一个不好的合约呢 你明明清楚知道爱丁堡的 那个所有的学子程度是不一样的吗 你如果说真的是在他之前去的时候 就告诉他要签这个合约 你教育部更过分 委员我可以再做一点补充说明吗 你不用补充说明了啦 我想问一下教育部的态度 是不是站在这个孩子的权力上面 要帮他一起来解决问题 次长是不是应该如此 我们确实会来协助他解决问题 好谢谢 那可是在整个这个法令的这些条文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一定要遵守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那所以如果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这个勾费留学的行政契约书 一体试用 你到了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大学的教授 请问一下大学的校长 你们每一个学校的制度是都一样的吗 你们 不检讨自己的契约书 还说这个 法律 等于是要求你一个月之内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否则的话 他10月要开学了 他怎么回去呢 次长愿不愿意 第二件事情 一个月之内 也赶快检讨你们所谓的留学的公费生的契约 你们应该要按照每一个学校的制度 来跟孩子签约嘛 孩子不是故意的要违约啊 是你们的制度让他违约 你们还不甚至反省 还在这边告诉我说孩子违约 是这样的态度吗 我告诉你 次长 你们的那个教育部 是体制最僵化 而且是最封闭的 本席希望新的教育部长上去 次长你上来了以后 改变一下你们教育部的所有的 同仁的心态 跟制度 可以吗 谢谢委员的次长 好 请您先回去 我请那个审计部 审计长 审计长请 审计长你好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知道 原住民教育法立法 已经18年了 原教法到目前为止 知不知道这个原教法 各位美女 包括这个部分我现在 没有这个概念是 很遗憾你不知道 所以呢 在你们所有的审计结算里面 根本看不到原教法里面 所规定的1.9%的教育预算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原教法第9条所提的是专款 请问一下神记长 专款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编了1.9%的专款 是要用在原住民的民族教育上 这个专款是不是应该要放在这边 是的 如果说法律规定是专款的话呢 那应该是要专款专用 好 我手上有资料 我们来请看一下 原民会 原民会因为我们的原教法的通过1.9% 所以他被编了12亿4千多万 我们来看原民会放在所谓的民族教育里面 39%是补助学生教育补助 49%是用媒体 所以呢 非常多的钱是放在这边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原住民族教育直接相关的 在12亿里面 只有3亿4千万是用在民族教育直接相关的 不要忘记 沈记长我刚刚说了 1.9的钱是 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 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大图 原民会在原住民教育的12亿里面 民族教育非直接的占了72% 直接相关的只有28% 沈记长你应该不知道吧 我请您回去以后好好的来看 来看教育部的预算 好 下一张 教育部104年 因为教育法的规定要编1.9 他编了27亿9千万 我们来看下一张 在27亿9千万里面呢 非直接关系的占了百分之 这个画面怎么会不一样呢 非直接关系的占百分之四十七 然后跟原住民学生直接相关的是百分之五十三 也就是说教育部编列的 应该要用在专款专用的27亿9千万里面 有13亿是非直接相关的预算 不知道 你要審计党 你看到了我这些资料之后 你心里做何感想 好 谢谢委员主教 我想这个资料汇获 来跟委员请教 我手上已经有了 我待会会交给您 我们办公室的助理 很认真的帮我们的審计部 因为我很遗憾 審计部我们的教育法通过了18年 你们居然都不知道 而且呢在原教法里面 明文规定要有百分之1.9的预算 是直接放在民族教育的 18年来審计长 我们在審计的部分 你都没看到这一点 我的助理很认真 把所有教育部也好 原民会也好 没有放在这边预算里面的 通通把你列举出来了 所以呢 本席在这边要求我们的審计长 在104年绝算的时候 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 能够提出一些審计 谢谢委员 我们目前正在 这个审核104年度的这个结算 那这个资料对我们来讲 有很大的帮忙 我们愿意 来这方面来努力 好的 谢谢 我请教育部次长 来 次长请 次长你好 刚刚本席对審计长的 这个 这个泡泡雨您看到了吧 我也会拿一份给你们 就是说 当我们教育部要 因为原教法 而要编列1.9预算的时候 教育部 你们不要灌水 我举几个例子 推动五岁幼儿免费入学教育 这一笔钱总共是一亿 然后呢 你们也把我们放在民族教育里面 我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原教法的这1.9亿 原住民的五岁的幼儿免费入学 教育部就不管了吗 好 第二个我举一个例子 原民会和教育部 针对原住民族教育 边预算编列的跟使用情形 然后呢 我们编国民中小学的耐症能力评估跟补强 教育部在我们这里面编了1.8亿 请问一下 如果没有我们的原教法的1.9% 原住民的校舍的补强 跟耐症的能力评估 教育部就不算了吗 所以 拿了这两个例子很简单 一个1亿 一个2亿 一个1亿 1.9 就把我们3亿 灌水灌走啦 市长 不要这么样的会灌水 而且我在教育委员会里面 已经做了一个主决议 在我们今年度的预算 麻烦你们要列出两本预算书 一本是你们教育部自己的 另外一本是因为原教法 而通过的1.9%的预算 我在这边提醒您哦 如果到时候我在教育委员会里面 看不到这本预算的话 我是绝对会跟部长 巨省你们的预算 好不好 市长 谢谢 谢谢 向委员会报告 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 我们会议继续进行到全部的议程结束为止 那我们在11点50分 请发便当 那便当发下来 请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必客气 大家都开始用餐 一边用餐 如果你在用餐的时候 刚好点到你的话 没关系 慢慢脚 吞下去再走过来 那我们用餐就尽量保持安静 让委员能够顺利进行咨 好 那我们接下来请中嘉宾委员咨询 中委员请 主席 各位与会的先进 各位列席的机关首长跟大学校长 大家午安 有请沈记长 不好意思你那边吃便当 还有我们蔡次长 次长请 中委好 是部长好 沈记长好 那么 我看了你们的审计报告 我发现几乎把我们 关心的焦点都有抓到啦 我马上很快的进行 不晓得蔡次长 你有没有看到 審计部的这本 重要报告内容 有看到啦 来我们来核对一下 我想请教審计长 你们的重要审核议院当中 提到我国103学年度 大专以上学生有134万余人 叫17年前 应该说 19年前的75万成长了加近8成 那其中呢 你们有特别提到 关于技职体系的学校 已向 包括拜托 请在场的大学校 你们也听一下 技职体系 学校已经向 教学设备成本较低的 餐旅服务等科系 请 请携 嚴重的冲击到我国 重要的工业基础的人力培育 前进本部 就是你省计部 有含请教育部 强调改善 来 省计长 这个你们有其他改善 对不对 市长 你们怎么改善 不好意思 上礼拜才来了 我要问你教育部怎么改善 这一部分的话呢 在整个 在经费的执行方面的话 来啦 我告诉你 你们怎么改善 因为之前你们同学 你准备好了 因为教育部在今年 104年的招生名额 有规定 餐旅啊 这些服务的部分 不能照顾103年度的总额 但是省计部还蛮认真的 他说尽管是如此啊 我们大学院校103年度 核定的餐旅的招生名额 叫95年度呢 来成长了34% 但是呢 如果去看高职的部分 高职的部分成长了17 那如果看工业类科呢 大学的部分是负成长 少了3点多 如果是高职的部分成长 工业类别呢 是负成长11点多 那这里面他下了一个结论啊 他说教育部很遗憾 你们只限制 技专院校的这些相关科系的招生名额 你们没有连同高职跟大学校院予以规范 市长 你们知道教育部哪里疏失了吧 谢谢委员的指教 那这部分确实是 我们应该要 从技专校院的来源 就是高职 这部分的话呢 也一并的来考量 好 105年开始的话呢 从大学高 都高中指的话都 已经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 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好 那么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啊 那么你要怎么去 花几年 让我们的技职人力的这个工需失调能够平衡呢 我想在 你们的目标是多少 你们说105年开始会做嘛 是 那花几年可以把这样的工需失调 然后调整回来 对 没关系 您会后呢 有机会你们报告之后把它讲清楚 因为 我们不要听一年一年的 我们觉得教育是百年数人大计 你们应该要告诉我们 严重失衡 花了19年造成的严重失衡 你们打算花几年补回来 好不好 来 那再跟神经长 你们在提到的一个部分呢 我也觉得很佩服 你们在检讨整个大学的 校务基金的营运状况呢 你们有提到几个部分 那么 其中呢 我们整体 近三年来 有半数的学校五项自愁收入 未打总收入的两成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 从第一页开始 好 那目前呢 我们 我们大学的院校收支短处呢 有收支剩余的只有两成 多半是收支短处 那这些学校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 请次长看一下 那也请我们神经长 你们看一下 收支短处的啊 很多学校 收支有剩余的呢 都是 呃 私培体系 收支有剩余的是私培体系 那收支短处的当中 就是自愁收入未打两成的 比比皆是 但是很奇怪的喔 私培体系 他自愁收入未打两成 可是他的基金呢 哪有剩余 好 那我们再对照另外一个 在顶尖大学的部分啊 顶尖大学呢 也没有达到步标啊 接受顶尖大学 补助的人有这么多学校 但是呢 这些学校也通通在收支短处的名单当中 那我们看这样的结论 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结论喔 结论就是 如果政府高额补助的顶尖大学 通通收支短处 那些自愁收入不足两成的 还有剩余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可以另外报告 因为这里面包括他这个 学生的多少 还有包括他的一些补助收入 但是在整个账务处里面 他发生这个短错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在折旧的这个计算 折旧计算 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好 您就说到重点了 接下来呢我就要玩 请教员今天在裁委会啊 要问你财政有关的 審计部很明白的讲到 不发生短错的计算方案 短错的计算方案 应该 你们认为是不能把 资产设备的折旧 把它屏除在 补助收入当中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教育部可以做账 做到说 为了让他短处 让他不会发生短处 还有剩余 结果 你们把 应该减除的 收入减支出 为正 就是 剩余嘛 收入减支出 为负 就是短处嘛 那如果要减少短处 就把支出降低嘛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支出 就是每年应该提列的折旧嘛 我们的大学怎么产生盈余 剩余 他把应该提列的折旧 不提列 收支降低了 支出降低了 收入没有变的情况下 就产生了剩余 沈记长你认同这样做法吗 这个给委员报告 那目前的这个 议算编列 还有会计制度 这个折旧都要计算 不过这个教育部未来要 在另外一个考核方式 就是要让给学校有一些 这个助组 在这个论述会中的助组 所以他们就 尊对这个折旧部分 有定出这么一个方案 那这个是在 会计报表表达还是一个短处 那只是在计算 这个学校可以应用的一些 额外论述会的时候呢 他同意用这个 用在编制内 既有人员的 本薪以外的家籍 你听得懂吗 就是说本来 我们这个办法的规定 是说 如果你只要没有短处 你 学费收入的五项 字头的款项当中 你可以一定的比例 拿来给老师啊 做老师的一些薪水 但是目的呢 是希望给你们人事 弹性的运用 因为大学 有时候要进行一些 需要的教学 人力呢 他不定是编制内 可以支用大学 教授薪水的 省计长是不是这个意思 结果你告诉次长 你们发现 他们有没有钱用在 这些人的身上 用白话讲啦 省计长 你们的报告不显得很清楚吗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次长一下 不好意思讲吗 我是希望次长 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学校长 其实我们今天呢 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是相当多 但是由于教育部 这十几年来的管制不当 造成了我们国家 重要的基础人才 人力严重的倾斜 不均匀 以至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产业找不到工作人员 那么我们的顶尖大学 领了政府大量的补助 但是他没有办法达到 治愁的比例 通通都是 至于没有办法达成 治愁要求的 都是这些教育院所 这些私培机构 那他用什么方式达成 有这个 有剩余呢 他用账目的调整 他把折就不算在里面 所以他就有剩余了 换言之 如果这个方法继续下去 意思说 再过十年二十年 该提列的时候 就不提列 这些学校的校舍 要欢欣 根本没有钱翻修 还是要我们政府 花纳税人的钱 重新来编列预算 教育部 你们有准备吗 再来为什么要仗成 要有短 把短处改成有剩余呢 因为只要他符合 这个一定的比例 学校就有权利 把一部分的自愁 经费当中一定的比例 拿出来给老师 给老师们做人事费使用 但是本来的目的是 希望给他弹性的机会 是运用一些 可能不是正式教师 但是有需求的教育能力 但是运用的结果 实质上每个大学 都把他用在实质上 已经是正式的教师 正式的教授 他额外的兴起上 这样您听懂了没有 那这个部分 我请教育部 今天审计部 都已经写在这里面了 坦白说 今天我的咨询 是有点多余啦 我只是把审计长 这个审计报告当中 告诉我们全体社会大众 告诉我们全体各大学校长 教育部 你们要好好的改进 好不好 谢谢 好 感谢 那我们请各位不必客气 可以用餐 那也请在用餐的时候 我们其他的人员 我们尽量保持安静 让委员跟打巡的官员 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可以打巡 那接下来 我们咨询的委员是 陈奈素美委员 陈奈委员 请 我们的主席 我想请我们的次长 贝勋 次长 请 你好 次长好 次长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教育部这边有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 五年五百亿的这个 今年是最后一年对吗 是 你觉得 补助比较多的 包含我们的台青交 还有我们的成大 他们的那个 在我们全世界的排名 补助比较多的 你看一下 对于这样子的排名 台 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清华大学 交通大学 跟台科大 你看一下这些都是补助比较多的 但是呢 这在2013到2016年之间 他们整个的那个世界排名 您看了以后 你有什么感想 跟委员报告 虽然这个排名 国人可能 还不是非常满意 可是我们从逐年来看的话 其实各大学都非常 非常努力啦 所以我们逐年的在提升 逐年在提升 可是这个虽然说 世界排名 不足以成为 大学的一个 最唯一的指标 但是呢 它也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看到这样的成绩 您是认为 过去的教育单位 对于我们 各个大学的这个 教学 您觉得整个成绩 您觉得是满意的是吗 这个排名的话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大学的排名 那这个泰晤士报的这个 这个 high education supplement 应该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啦 所以有一些排名 它强调研究 有一些排名的话 它强调它 那个学生的表现 所以事实上 各种排 各种排名的话 我们要看它参考的指标 对 其实不管我们嘴巴 再不在意世界排名 这都是一个指标 那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去了解 世界上各顶尖大学 如何的顶尖 也可以作为 强化国内教育的一个参考 您认为呢 这确实是一个参考 很有价值的一个参考 那再请教次长 你有没有检视过这个计划的 KPI 就是关键绩效的指标 这些KPI和世界大学排名的 KPI的指标 有什么不同吗 跟委员报告 就成为我刚刚提到的 事实上 这些排名的话 它有各种不同的着重点 所以我们的这个 五年五百亿的话 我们也有我们的着重点 包括比如说 提升它的国际化 它的教学质量 这些都有 其实如果要来评比的话 其实大概都有涵盖到 好 当然有些指标 我们很难以去量化了 例如说发表论文 那论文的数目的多寡 就可以代表学校的好话吗 我想这也未必 因为论文也有很多的 其他的一个争议的部分 那部分的学者也有用 友情去换取论文的挂名那些 这些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部分 有没有已经五年到期了 刚刚我们的次长也有提的 我们现在要来验收了 我想请问一下 目前教育部的看法 和原本计划的指标 有没有哪里的不同 各位委员报告 那如果要来评估 看是不是有达到指标的话 目前大致上来看的话 是有三个目标没有达成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拿到的这个专利数 还有开发的新品种的这个数目 那另外第三个的话 就是衍生企业所得到的这个收入 这个商业的部分呢 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意义 对嘛 就是等于是说 我们各个大学 应该要有各个大学的特色 我始终觉得我们各个大学的校长都在这边 我相信呢每一位校长都希望自己的学校是 学生学子是很顶尖的 那我再请教我们的次长 也就是花了这么多的钱 我认为以我来看的成效是不脏 过去政府 那我想请问 未来教育部还会不会编列这样子类型的计划 第一个我们现在正在检讨 正在检讨 那明年的话我们会 我们会先提出一年起的 对一个探索的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 一个审慎的一个检讨 因为呢我觉得啦 如果是针对大学补助的问题 我希望次长要多留意 我们规划资源的那个配置 对于教育部 我希望要有整体的一个 那个考量 这边的金额很明显的 台科大他花3.4亿元 但是他他们的竞争力 并不弱啊 所以呢可能 未必是金钱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的 整个的那个教育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整体的一个套配没有做好 所以我希望呢次长 你未来在这个方面 你要多加努力 我想呢学有专精 每一个学校我希望能够找出自己的特色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指教 那我想请问一下 针对我们目前有所谓的大学评鉴 针对教育部目前提出的自我评鉴机制 请教次长 大学的自我评鉴机制的目的是什么 好 好谢谢委员的指教 会有做这样一个改变的话 就是过去很多学校都会批评我们 就是说我们拿一个量词 来衡量所有的学校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每个学校的话呢 都要照那个量词发展的话就变成是 一个类型的学校 这样的话其实 没办法反映出各个学校的他的特色 他的资源 所以我们才 这个推出这个所谓的自我评鉴的话呢 就是让学校根据他自己的特色 他自己的资源 然后呢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自我评鉴机制 学校的自我评鉴机制 如何和教育部的那个评鉴机制 做一个整合呢 因为我想 接下来我想提出我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 教育部为了落实大学自主 所以呢 各大学 建立完善的自我评鉴的那个机制 我觉得这个利益都良善的 但是呢 实行大学评鉴那么多年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教育部有归纳出 高教体的共通性的问题吗 我想 共通的问题 委员是指所有的高教还是 对 教育部 那我是想 这边我想要告诉您的就是 教育部是否有针对 不同类型的大学设计 不同的评鉴标准吗 譬如说 研究型的大学 跟教学型的大学 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是否用同样的一套标准 这样子是不恰当的 谢谢委员的这个指教 所以我们 现在推动的这个大学的自我评鉴的话 其实目的就是在 针对它不同类型的大学 不同的各个大学 它本身的一个特质来进行它的 它的一个目标 那我的意思是有落实吗 不管是高等教育评鉴中心 或者是台湾评鉴协会 那我想高价体系这两道的评鉴 都花了很多的预算 偏制了很多的人员 但是呢 其中很多的董事 还有现任或都是 现任或退休的校长 他来担任 我想请问一下次长 如果说这些退休的校长 他是否这些人选 是否会有产生门神的疑虑呢 他自己是否有办法可以很公正 很公开很透明的方式 在自我评鉴的第一阶段的话呢 是各校他根据他自己的特色 他邀请他来自我评鉴的委员 是由各校自己邀请的 对啊 那各校自我邀请的 我这有点质疑了 你最起码教育部有多少人员 还有呢 他自己本身有多少人员 那他自己去邀请评估 都是对他有利的人士的话 那他的评估的标准是否有失恰当呢 嗯我想他邀请的委员的话呢 是他最了解这个学校 他的特色要怎么发展 那我们当然也会看他 他这些委员的话 他其实他是非常 在学术界在产业界方面 非常得高望重 所以他不会 对不会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育部多加留以后 那另外呢 我想给我们教育部次长来看一下 就本席的资料 我们教育部 从98年到103年 针对我们这几个县市的 学校的耐震能力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你看一下 这我们已经评估的 有6,846栋 那已补强的有3,367栋 那么呢带祥平的有851栋 带补强的有2827栋 对不对 对齁 那本席发现齁 我们原来的桃园市齁 我特别把它标志出来 总共齁齁 我们在详细评估的栋数齁 既然高居全国前五名 比例是16.15%在这边 16.15% 那么呢带补强比 也是全国 全国 在前高达全国第三 就是53.26 也就是将近一半的 我们的国中小的校舍 有带补强的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那我想教育部已打造安全教学环境 以及营造优良永续的校园 那万一呢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桃园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的安全 学子的安全 好这是我要提醒我们教育部 针对我们桃园的部分 要多加强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陈奈委员 接下来是苏巧惠委员 苏巧惠委员 苏巧惠委员不在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不在 我们现在请菲宏太委委员 咨询菲宏太委委员 好谢谢主席 各位校长 各位练习的女士先生 主席帮我先请一下 沈记长 教育部次长 还有体育署的副署长 是吧 是 来沈记长 次长 副署长 请 会员好 好 体育署呢 那个 两位首长请教一下 今年是有2016的奥运 我们为了奥运 前面这四年总共编了多少的预算 在推动参加今年的奥运 如何在103年的预算里面可以显现出来 报告委员 大概应该十几亿应该有 那至于详细的数字 十几亿是每一年 是不是这一次 就是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 就会员刚才讲的就是最近这几年 那详细的数字的这个 我还在特别再统计一下 四年一次 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吧 对 那是每一年的都有在做培训 这些事情你们都把它当成小事 大概大概 那以后我们就大概给你 2亿3亿的预算就好了 否则你 到底大概多少钱 大概就最近这几年大概有十几亿 十几亿 对 请问2012年我们拿了奥运 拿了几个奖牌 2012年在伦敦是拿了一个银牌 跟一个铜牌 一银一铜 对 2008呢 2008呢是 两个铜牌 两个铜牌 那今年你们预计要拿几个奖牌 怎么样 今年预计要拿几个奖牌 预定拿几个是吧 预计 预计 预计我们是希望能够 比上一次更好 比伦敦奥运就是四年前那个更好 伦敦奥运的时候就一银一桶 那你们大概预估大概 从你做任何事 你编预算总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吧 对 就是希望能够拿到金牌 现在有 有这种这样子的实力吗 额 因为在 额 额 103年的亚运的时候 我们这个 举重呢都是两个 两位选手都破世界纪录 有两位 市长 市长你来 听我 你刚才听我跟这位副署长的对答 你对他的回答你满意吗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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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连四年前的运营一桶都拿不到的话 我就介意啊 你们署长副署长就自动请辞吧 好不好 我再请教一下 今年的四大运 明年的四大运 我感觉到很奇怪 当然四大运很多的预算来自于体育署 对不对 请问一下 当杨忠和先生 做了一个月就离职了 可是那一个月他发包了 这个足球场的草皮 你们谁知道这件事情 报告委员 那个时候应该是说 这个足球场的草皮是人工还是天然的草皮 应该不是发包 应该是决定的 人工还是天然的 最后决定的是什么 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总共预算多少钱 现在就是后来呢 就逐步呢有在调整 原来是预算大概要10亿以上 那后来呢就再降低了 一直在检讨之中 多少钱嘛 大概就7亿左右 这些预算 台北市出多少 你们出多少 这个总经费呢原来就是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是原来198亿后来调整 又变171亿 那自筹10% 那其他的部分呢台北市政府跟体育教育部呢是各负责一半 就45% 各45% 对 所以你们当然会 我为什么会单独挑出来这个问题啊 台北市我跟我在台北市议会啊服务了10年 所以跟台北我对台北市的相关的事情并不陌生 台北市体育局的人就跟我讲说 这个为了人工草皮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体育局的人跟你们体育署的人有鬼 但是我们来慢慢来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鬼好不好 请问副署长有没有鬼啊 这个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啦 为什么他来了一个月就决定了这件事情 而且后面有一个人在下指导期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说再不做决定啊 那后面呢就是没有办法 我讲的后面那个人不是柯文哲 后面有一个人他在下指导期 而且还跟你们体育署里没有关系 好这个事情先问到这儿 还有续集了 我那个副署长请回 我想请教一下 刚才我们科委员曾经问到 蔡英文总统要推出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那当然大家就关心啦 像我们台商之所以会大量的去中国大陆 有一个原因是语言通嘛 那因此语言除了 我看除了这个菲律宾是用英文 各个大学都有很多大学都有英文系 没有问题 其他的非英语系的国家 东南亚的都写的这些国家的 我们刚才好像有两个还是三个学校有这样子的系 次长哪几个学校有相关的课系 委员是说那个东南亚语的系 目前应该是济南大学 还有高雄大学有东亚语文学系的粤语组 粤语 济南大学是开什么语 东南亚学系 我们可不可以请济南大学跟这两位大学的校长 请你来一下吧 我们请两位校长来 两位校长不好意思 这个先请教一下我们济南大学的校长吧 校长你好 委员好 我是济大的教务长 教务长 苏校长 没关系 你们学校开了一些什么样的课 济大是东南亚学系 有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 还有在子专班 可不可以因为我很外行 可不可以跟我讲开了一些哪些要的语言 语言的部分是越南语 泰语 缅甸语 还有印尼 那这个系总共的学生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大学部是第二届 那每一届大概是五十位左右 五十位 那硕士班每一届是十几位 博士班也有三四位 大概每一届是这样 好 OK 不错 那我们来请高雄 是高雄大学的 我也好 我是高雄大学校长 黄兆瑞 可不可以请教校校长 你们开的是粤语 东语系有三个组 就是日韩和越南 日韩和越南三个组 日韩 还有越南 日韩我们就暂且不表 那请教一下越南语的学生有多少人 大约每一年大约有三分之一 就大约是十五位左右 十五位左右 你请问这边的师资是来自于哪里 有越南的老师 你们听起越南来的老师 是 现在是开办第几年 已经 我相信大概有四年左右 对不起 我们学校只有十六年 好 两位校长请回 谢谢 这个市长 这不是科责 这也纯粹是建议 既然要去南向了 我想我们的教育要从这边来扎根 只有这些学生 其实还并不够 你所了解 现在台湾 有没有人开类似的补习班 目前 听说越来越多了 在粤语 是哪些单位在开 是民间在开吗 对民间 我跟你讲 然后还有像 救国团有在开 救国团有在开 好 我是觉得 多开一些 培养出这些人才 你要去拓展人家的贸易 去赚人家的鞋 没有这种人才 是不太可能的 好不好 这个 再请教一个问题 根据你们的资料 你们到2023年 大概158所大学里面 可能会有50到60所大学的要面临要关门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少此话 这也不能怪这个市场 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 你们编列了50亿的基金 要处理私校的退场问题 主席再给我一两分钟 谢谢 要退场问 你觉得50亿就够了吗 只是负责这些一万多个老师的 这个 退休补助 还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这50亿的话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而且它是协助学校做转型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 譬如说把一个经费 那么拨给这个学校以后 他拿这个经费去做一些衍生企业 或者去一些做一些经营的话 他如果有止息的话 其实他要再还回来的 所以这个经费会不断的 这个钱是用正式预算编的吗 这个我们现在还在 主席处 主席处来一下 你们有编这样子的预算吗 副主席长 请 你们有给他们编这样子的预算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所以 市长你们是讲 是有一个概念 有个想法 就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世界上 有没有类似 学校要有退场 有没有曾经 世界上别的国家 大学又退场 退场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 有没有 有 世界各国的话一定一定是有的 那他们都是 怎么个做法 日本有一个基金 我们跟你讲 日本有一个基金 我们跟你讲 找一个 比我们比我们比较接近的 举例 新加坡 华人地区 他们有没有这样子的退场机制过 因为学校不多了 那像美国的 我之所以会这样讲 是有啊 是有 人家是怎么个退场法的 您不晓得 按照你们想说 当然你的想法我也觉得很好 这个退场 这个财产 主要是土地的 土地房设 交还给当地政府 或交还给教育部 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子规划 可能那些人 宁愿我在赖活在那儿 麻烦你去参考参考 美国或者是新加坡这些国家 人家是怎么办理退场的 实际上最后我们要达成啊 不要让那些资源资产再浪费掉了 好不好 我现在在问你的时候 我就要 要给你们考试了 好不好 好 请 好 接下来我们请 李燕秀委员咨询 李委员 请 我是不是可以请 体育署的副署长 副署长请 我想还是揭续一下 刚才费洪泰委员关心的议题 因为我们都从台北市出来 对于世大运的办理 我们一直有很多的忧虑跟忧心 副署长因为今天署长没有来 到底世界大学运动会 世大运是台北市主要在办理没有错 中央体育署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世大运呢 世大运呢 台北市是主办城市啦 那这个教育部体育署呢 应该是中央的辅导的单位 他是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在国际的角色上 你觉得代表我们的能见度重不重要 这个世大运对我们国家来讲呢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争取得到的一个最高层级的赛事 我个人也认为最很重要非常重要 但是从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从媒体上除了刚才费洪泰委员关心的议题之外 包括后续大巨蛋跟目前两个新建场馆 虽然看起来都on schedule 但是包括中间有16个败修的整个场馆 还有16座整建的费用的场馆 有8个送到中央的我们中央的工程会审议 还有8个在体育署 另外8个在体育署 我是不知道进度在哪里 但是我回过头来先问副署长 原本在争取世大运的时候 跟人家讲说我们会有5万席的观众席次 在大巨蛋办开幕典礼 但最后办不了 柯文哲之前无论在台北市议会直询 或在媒体上说我们有去文已经跟世大运做报告 我是还没有看到那个公文 世大运的筹办筹备单位 他们怎么样回复台北市 因为当时争取跟后续办理的结果 落差看起来越来越多 还不止大巨蛋的问题 开幕典礼场地的问题 包括后续我刚才关心的这16个整建的场馆 进度到底在哪里 还有前一阵子包括台北市跟新北市协调的 选手村的餐厅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台北市政府没有能力处理 后续影响到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定位 人家会觉得这是一大笑话 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争取一个世界大学运动会 然后到最后办得哩哩啰啰 所以我才会回过头来 刚才一开始我先问你 副署长 世大运中央的角色是什么 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是 你们确实掌握进度 台北市政府能不能办得好 这个我们中央的角色就是跟台北 台北市也是 积极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完成 那至于说会不会 能不能办得很顺利 我们预估应该是 到后来应该是可以的 到后来应该是可以 因为那些场馆 目前都在这个掌控之中 副署长我对你的满意 我对你的答复很不满意 如果说这个是中华民国台湾 有史以来办的最大最高层级的一次 我们争取到的 这个国际的这个 运动的比赛的赛事的话 我非常遗憾的是 前面状况这么多 后面如果擦墙人意 但是平良心讲 平良心讲 在筹办这个世大运的筹 主要的这几个委员会当中 也会认为中华民国台湾 跟当时争取的承诺 完全跳票也是一大笑话 所以现在 离2017年开始举办的时间 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 针对这16个场馆 整建的场馆到现在 有一些有八个送到我们工程文会来 还有八个在体育署的进度里面 我不知道现在进度到底到哪里 但是 副主长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看来台北市的能力 台北市政府的能力有限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体育署不再用积极的态度去协助指导他 包括他现在经费不足 本来柯文哲对外的窗口 是说可以募到20亿 跟民间募到20亿 现在虽然是破零 获得1.26亿的补助 可是离当时的20亿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你说办的好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的好 钱从哪里来 包括八个十六个场馆后面整修的进度 现在好像还卡在中央 我在这边提醒你 不要到最后把责任推到中央来 然后到最后是你中央什么都不帮我 所以我今天回到这边来质询你 我要提醒你 你可能要用更主动积极的态度 一个大巨蛋 已经把开幕的地点 搞得乌烟瘴气 我不知道柯文哲去那封信给筹办单位 给主办单位说 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办 要沿到其他地方 观众席的席次从五万多 可能减到一万五还是两万左右 已经打了对折 后续如果包括其他比赛的场地 还有很多的波折 包括选手用的餐厅 新北跟台北市还协调不出来 我觉得体育署有必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做协调 副署长你们现在针对这个案子 整个世大运筹办的进度你们到底多久开一次会 每一个议题你有没有清楚的掌握 这不是只是丢台北市政府的脸 在台湾在中华民国 在这块土地上是丢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的脸 出去了走出去了 你是丢中华民国整个国家的脸 报告委员 我们都有定期两个礼拜就一次平台的会议 台北市跟教育部体育署这边 那如果是中央还有首长的会议 就是部长还有科市长这边 都有必要的话都会定期开会 那如果还有不能协调的 还会请行政院这边出来协调 好在这边我再次提醒副署长 我希望在这整件事情因为 到底还有多少议题 还有多少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有透过媒体铺陈 那我们可能就不得而知 但是就目前所看到的这16个整件场馆 还有包括柯文哲募款能力的问题 原来是希望募到20亿 现在就只有1亿多 还不到1.5亿 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克服 来足以因应整个办完世大运4天的赛事 我在这边再提醒副署长 我认为现在已经新的政府已经出来 这个也代表一个国际上 中央民国台湾办国际的赛事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体育署在这件事情上 必须要更主动积极一点 无论是两个场馆 包括我们现在的网球中心 还有另外一个篮球馆 现在的整个新的场馆两个进度 还有16个现在整件的场馆的进度 包括新北跟台北协调选手村餐厅的进度 还有募款的问题 我想这几大项都是从媒体上看到的问题议题 我不知道柯文哲私底下还有提出哪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中央在这个阶段必须要更积极的 去做一些更多的协调跟努力跟了解 因为明年就要办了 这个玩笑开不得 这个脸也丢不得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 因为今天署长没来 请你们用主动积极的角度去处理协调 所有世大运的过程 好 谢谢李委员 我们就是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再处理 谢谢 好 接下来 书正清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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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俊宪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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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陈学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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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高路移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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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江永昌委员 江永昌委员 请 謝謝主席,先請我們教育部,我們政務次長,蔡次長 來,次長請 次長,有一個最新的訊息,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接收到 這一期上週,他在對十大部會 預算前十大的,再做一個KPI,關鍵指標績效,做一個評比 教育部被放在放牛班 你知道這訊息嗎?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報告委員,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這個訊息 他把十二年國教,在教育部今年的重大一個政策,他沒有放進去 而你知道十二年國教,他的免事升學造成這麼大一個爭議 而教育部居然沒有列入,當然會被KPI裡面 績效不好,分數不好,放到放牛班去 本席在這裡,跟次長講 還記得一百零三年,十二年國教,免事完全上路之前 那個時候國中升高中是什麼制度? 多元入學,基策 你想想看,我們社會是多元,家長是多元,學生也是多元 每一個不同的學生,他不可能用一套的一個制度能夠滿足 有人希望說,他認真用功,讀到一個公平的一個升學一個機會 有人覺得世信陽才,快樂的童年,但是又保有競爭力 所以本來的多元入學,不管是申請,征選,登記分發 他已經有一個越來越成熟了 後來我們實施生年國教,實施免事生學 但是各縣市又有差異,學生有差異,家長有差異 導致現在莫衷於事 我認為大方向,也許可能可以繼續維持 你們所講的,比方說,因為政策 可能啦,政府是要概括承受啦 高中優質化,社區高中化等等要去做 包括資源的一個謎品去補足 大方向可以繼續保持 但是有一些,能夠再讓家長或孩子 我在講,公平入學的一個競爭機會 這個有需求 然後呢,世信陽才那個部分,也有需求 你怎麼看法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非常同意委員剛剛的看法 所以我們會穩健的來推動 你看,其實最大的敗筆就產生在北北基跟其他縣市 其他縣市也許在升學的供需上是能夠均衡的 但是北北基就不行 那北北基的歷任市長跟歷任交易局局長 其實又常常改變北北基跟中央討論之後 所形成的一個共識 我想這個要去注意啦 我認為啦,還是要回歸多元的一個聲音 大方向不變 但是有一些機制可能要做得更好 我現在就講一個小的案例 但是一個孩子的一個心聲 這個是無法去彌補的 我要問齁,次長 今年的這個十二年國家免市升學 總共有多少孩子去報名 二十七萬多人 你知道這二十七萬當年他們是團體報名喔 那團體報名其實就是從學校去報名 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個別報名 一千七百一十八人 為什麼會有一千多人是個別報名 什麼原因 本系齁,在這裡給你指出啦 重考生 這一七一八人,重考生佔多少 你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這問題很嚴重 十二年國家當中 萬一分數相同就是要比序啦 但是在分數當中 一百零八分當中 有一個叫均衡學習跟服務學習 佔了三十六分 重考生啊,國事生啊 人家三年努力,他四年努力啦 請問他均衡學習跟服務學習 在他重考的這一次要去參加免試的時候 要不要繳交資料 要 但是如果是國三生的時候 學校一定都會提醒 學校都一定會想好 學校都會做好準備 重考生他不知道 因為這個成績是計算他以前國一到國三嘛 所以很多家長跟孩子他自己不知道 他以為他在國三的那一次的免試當中 他就已經繳資料了 而我們這些沒有再去繳資料的一個孩子 他三十六分就沒了 如果他是遇到那些縣市那個學區 他是有採集均衡學習跟服務學習的 那他怎麼辦 四年的苦讀 就這麼一切都沒了 你們沒有補救方案 你們沒有任何措施啦 我想你在這裡可以回答我嗎 好,謝謝委員提醒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想 一千多位如果全國十五個就學區來看的話 不曉得佔幾位 但是已經有很多位重考生發生這個事情 是是是 那這一部分的話我想我們 未來在檢討的時候 我們可以 跟十五個就學區的各主任委員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針對這一些重考生 第一個他在報名就兩階段嘛 第一階段報名 第二階段要補教資料 到底有沒有充分的一個宣討 而且對一個國師生來講 他的壓力何其之大 對 再發生這個事情很可能一生就這麼回 是是是 所以我們應該會提醒他畢業的學校 如果可以的話 那個畢業的學校能夠 就近來協助他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看用什麼樣的一個支持 這是國師生 這是重考生 所以 我請你們回去研究看怎麼辦 我請沈記長 今天是副主席長來 要請教兩位 然後請這個國民級學權教育署 今天是副署長來 署長來了 請 沈記長跟副主席長 我這樣問 如果你能回答就回答 我們國家的資源 有一部分人可以享用得到 有一部分的人 享用不到這個補助 而他區別的方式 是靠抽籤有沒有抽到 沈記長跟主席 你們會同意這樣的一個資源分配嗎 再講一次 國家集合的資源 來去照顧孩子 照顧學生 但是區隔的方法是 有收到補助的 是他有抽到 沒收到補助的事他沒抽到 這個可以嗎 沒辦法回答吧 那我請這個 國民級學權教育副署長 這個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 委員好 這個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你業務的哪裡 靠抽籤來區別 能夠得到國家補助 跟不能夠得到國家教育補助的 五歲幼兒免協會是沒有抽籤的制度 但是這個我們因為公私立的幼兒園 目前只有3.6.4 3到5歲是我們人生人格發展的重要關鍵期 你同意嗎 同意同意 透過教育的平等機會 能夠改善所得分配 讓我們社會有一些人他有翻轉的機會 這你同意嗎 是 這兩點你都同意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3到5歲 以我們台灣現在2300萬人口 再加上少子化 大概一個年齡層有20多萬人 3歲到5歲這樣就將近60多萬人 這些人有沒有進入幼兒園去就讀 我們的 有沒有 如果有進入幼兒園教讀 有公幼私幼 那剩下來就是家庭的一個責任 這60幾萬人有多少在就讀 我們的這個5歲是已經到達96 那我們的4歲是83 你現在講的是百分比 百分比 你現在講的那個不太對 讓我來告訴你 這是你們的數字 3歲到5歲 平均大概每個年齡層有20多萬人 有60多萬人 你們的這個紀錄裡面 這個只有47萬多 有去幼兒園入學 這47萬多去入學 有的在公共化的幼兒園 公共化就包含公立幼兒園 跟你們現在 集體要推展的非營利幼兒園 那個將近有17萬 所以有將近30萬 他是在私立的幼兒園所 有15萬多沒有去入學 我根據這個比例跟年齡層的一個對照 那15萬多 只有可能是發生在三足歲未滿四足歲 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了 你們給我們的報告當中很清楚的寫 非營利幼兒園 一年不含土地跟建築的一個成本 大概要1000多萬 非營利幼兒園 從2歲到6歲 2歲到3歲16人 那後面是90人 總共106人 你這樣除回去 不含土地跟建築 我們國家的資源 這個什麼 幫忙到這些孩子的身上 大概每一個人是將近11萬 我講到目前 署長應該都還能夠接受吧 都完全根據你們數據 以及根據這樣現實的一個狀況 現在 區面公立幼兒園的 五足歲的孩子 是免學費 這句對不對 對 所以剛剛我換算那個成本 他得到 從中央下去各縣市政府的一個補助 每個孩子一年將近得到11萬 這樣對不對 這個剛剛營運成本我已經換算過了 沒有讀公立幼兒園所的孩子 在外面 你們他去練施力的時候 你給他一個補助 是就學補助 是3萬塊 我再講一次 神經主席你聽一下 五足歲以上 去公共化 幼兒園去練 平均下來 國家給一個孩子 11萬的補助 沒有到公立的 抽籤抽不到的 要去施力的 能夠得到3萬塊的補助 但是四足歲 四足歲是 如果能夠抽到公立的 他沒有11萬全額免費 但是你們給他要求要繳3萬塊 11-3他得到8萬塊的補助 四足歲抽不到公共化幼兒園的 他在外面練施幼 他沒有任何補助 我認為這個不合理 所以這邊大膽提出 也許你們公共化幼兒園 還要努力去建制 本席也都贊成 因為本來也希望說 你們提出說到底公私率的 陳述比要多少 但是在你還沒有建制到 那麼多能夠滿足市場的要求 不要讓孩子只是抽籤 再決定他的一個命運 跟決定他家庭的機會的時候 本席希望比照五足歲 你也開辦 沒有抽到公共化幼兒園的 我們的孩子 都是國家的孩子 也能夠開始建制有就學補助 也許不是3萬塊 那你可以從2萬塊 這樣開始來做 我希望這一點去努力 這是我的建議 請你帶回到府裡面去 去反映這個事情 是 好 那教育部要去研究 來答覆江委員 那雖然羅明財委員沒有登記 但是他是 喔 對不起 鄭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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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天才委員不在 那羅明財委員 因為他早上有公事 來不及登記 他是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本席裁定 他還是請他質詢 那羅明財委員請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 出列席官員 大家好 主席柯博庭 教育部 教育部 蔡次長 請 體育署 副署長 請 蔡次長 你好 教育是國家未來重要的一環 我們未來的希望都是在教育 我們未來的希望都是在教育 教育部 現在主辦的考試有哪幾種 比較重要的 主辦的考試是 會考 國中會考 那在升大學方面的話 是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 學測還有指定項目考試 那麼高職的學生 那麼 考這個 世紀二專的話呢 是有統一測驗 總總的考試 對一個學生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也許考試是一時的 但他可能準備了三年五年的時間 就是一考定終生 結果 在新電高中 考試 國中會考 考試考到 停電 考試考到看不見 考試考到學生心慌慌 家長啊 急著跟熱鍋的螞蟻一樣啊 在新電高中 是怎麼一回事啊 你們考試的經驗應該很多啊 面對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考試 難道沒有一個很規律的一個 前置作業 你們能不能讓 最基本學生的權益 在考試的時候 別人有電風扇有冷氣 有電燈可以照明 可以吹 可以有好的環境 結果在新電高中的考場的學生 卻 面對了 非常嚴熱的酷暑 然後 也不可以用手電筒 限制一大堆 那這個考試分數怎麼算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遇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今天我們是就 這個103年度決算 你們要看看以前發生的事情 未來怎麼樣來面對怎麼來改進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發生新電高中停電的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真的覺得很遺憾 那這個的話也會略為我們未來 再辦理各項大小考試的一個參考 尤其是他是整個這樣的一個考區的這樣的一個停電 這個確實是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發生了 是 那所以呢 這些學生的話 我們也在 上一週我們已經 進行這個 由他們來決定 他們是不是來補考 那麼考試 他們就擇優來 擇優來決定 看看 他如果來考試來補考的話 那這兩次他擇優來辦理 那如果他的分數呢 那麼有跟別人是 是同分的話呢 那我們的話呢 就會用外加的名額 來補中 這樣不會對其他的學生會產生影響 考試最重要就是他的公平性 他的一致性 你說他重考 那他考得好 你影響到原來 本來一起參考學生的權益啊 他已經佔掉了人家的名額啊 因為他多了一次機會 正反面思考都有 我本身要強調的是 在這個一個 先進的文明社會裡面 不應該再發生這種 所謂的停電的事件 停電你可以有備用的電力啊 這點你們能不能有把握啊 以後重大的考試 不要而且不能再發生這樣類似的情況 好 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一定來這方面的話 是 另外我請教一下那個 副署長 古金水你認不認識 認識 熟不熟 沒有熟很熟 有看過他 我們署長部長通通有去看過他 我們署長一直都持續在關心 不是最近的 國家啊 最台灣的一些優秀的體育人才的照顧啊 實在講起來齁 要照顧的這些過程啊 可以說是慘不忍睹啊 他奉盡他的心力啊 在國際舞台上 為中華民國揚眉吐氣 拿到了很多的金牌銀牌 很多的國家的榮譽 可是你知道體育的人才啊 大概精華騎士大概三十幾歲 慢慢就下滑了 下滑很多啊 晚景淒涼啊 那這個制度應該把它做好嘛 對國家有貢獻的 你應該怎麼樣來 來照顧他 怎麼樣輔助他 那像古金水先生 這個台灣之光 他已經才五十六歲的這個年紀 就不幸就過世了 那政府有給他怎麼樣的輔助 有怎麼樣的關懷 因為他現在是有教職 他是從事教職啦 所以應該是由學校這個體系來處理 那我們體育署這邊呢 也會關心他 事先呢我們已經去探望他 也有給他一些 探望那個都是 你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對 後續應該是 因為他是在 維文金 譬如說幾百萬 還是上千萬還是怎麼樣 你們有沒有怎麼樣的一個 適當的表達 適當的關懷 因為他是教職的身份 所以會有那個體系來做 好 你再講到教職啦 請那個教育部長 國家的這個整個喔 師資啊各方面啊 感覺上節節敗退啊 你二三十年前啊 退休的軍工教 退休的老師啊 他有很固定很穩定的福利 現在 面對這個教職人員啊 你們是不是現在又來 要砍他的薪水 又來砍他的福利 又來砍他的退休的這個 的這些這個獎勵什麼的 有沒有 沒有啊 對 退休叫軍工人 為什麼最近520過後 一堆優退的老師啊 排隊趕快要退了 什麼原因啊 跟委員報告 我想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退休的人員 其實很多縣市的話 他其實 他們 他們反映說其實 並沒有說很 很大量的一個特殊啦 不過 確實是現在的一個 整個教育環境 讓 基層的這個 老師 他覺得說在 照顧學生上面 在教導學生上面 確實是 他們覺得是 非常的辛苦 退休軍工教人員的福利金 會不會再砍啊 這一部分的話 可能是要討論 這個是 納入行政院的年金改革 的討論裡面 對阿 那你就砍要砍多少啊 這個還在研議 還在研議當中 你每次你們都是研議阿 我如果當教職人員 我知道你研議 我怎麼知道你怎麼研議 是砍一半還是剩下三分之一 我跟你契約 跟你政府阿 中華民國政府 我的認知 我投入教育界 我是全心的奉獻 要栽培下一代 結果 努力了25年 30年 要退休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以前的 講的福利金 全部都不算 全部都要砍光光 人心惶惶阿 市長阿 你不能幫忙講講話 你說阿 你要講什麼話 我想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這些 這些意見的話 我們都會 納入在 我們在 在原理的 我們教育部的 一個立場 我們會表達 那你要堅持阿 你要替這些老師講話阿 你那麼差的環境 誰要來當老師阿 你跟我當初 這個有約定阿 我來 全力來 來教育這些學生 我用一生的生命 還好 全力來 付出自己的青春歲月 結果 等我奮鬥快結束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所有退休 軍公教 退休的這些福利 全部都沒有了 那情何以堪阿 難怪 這些欣欣的 這些老師 問他要不要教書 他能不教就不教了阿 你就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嘛 是不是這樣 當然教育是無限的 這個高尚的一個職務阿 但是敵不過現實的 這個經濟的摧殘阿 對不對 老師也是人阿 他有小孩阿 小孩要不要學費 要不要生活費 對不對 要不要用iPhone 要不要一些生活的支出 他也要有所考量嘛 所以希望教育不能人性化來思考這個問題 你說你要照顧這些老師阿 希望你不要遇到學商的時候 挺不住上級的壓力 你又暖掉了 你又投降了 對不對 為了保住自己的這個烏紗帽 然後砍你手下的這些老師的這些福利禁等等 你會這樣做嗎 我想這個謝謝委員指教 剛就成如剛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會 這個站在人性化的方面來考量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我想我們 我們一定都會納入考量 謝謝 看會老師的權益阿 你千萬不要腿軟 千萬不要縮手 我會支持你 好不好 另外這個毒品氾濫喔 已經動搖國本了 毒品的這個 犯罪的平均年齡 現在大概吸毒年齡是幾歲 初次的話是大概12歲 12.5歲 那12.5歲大概是幾年級 國小耶 這個問題嚴不嚴重 那個是個案啦 那個是個案 嚴不嚴重 我們看到這兩天阿 這個孩子殺死他媽媽 這整個教育喔 根本上出了問題阿 希望說教育部這邊能多加強一下 那個一些公民與道德 或者是人性關懷 或者一些比較基本人性的這些 一些思考的問題阿 要多多加強一下 不要造成這個整個物質阿 為了六萬塊錢 他也不知道後悔已經來不及了阿 對不對 希望這方面能多多宣導一下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請回 好 我們今日登記法委員 均已答詢完畢 我們委員會做如下決定 一 報告及答詢完畢 二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的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在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三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我們請在期限內送交各相關的委員 讓我們現在來處理討論事項及提案 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審查項目及臨時提案 有議案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瓜武函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繼表案審查項目 一 單位決算部分 一 教育部 二 國民及學權教育署 三 體育署 四 青年發展署 五 國家圖書館 六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七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八 國家教育研究院 二 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部分 一 作業基金 一 五十二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二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三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四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 五 國立社交機構作業基金 六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二 特別收入基金 一 學產基金 二 運動發展基金 現在宣讀委員資臨時提案 請教育部盡速檢討強化校園安全防治措施並落實執行 以防止少年兒童犯罪率持續攀升 毒品犯罪急速成長問題 提案人委員曾明中聯署人 委員吳秉瑞 費洪泰 盧秀燕 許國勇 賴士寶 蔣乃欣 陳賴樹美 羅明財等委員宣讀完畢 好 我們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審查項目及提案有沒有意義 好 沒有意義 那麼我們均照案通過 本次會議議程全部進行完畢 我們宣布上會 大家辛苦啦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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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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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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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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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